第201章 悲伤只属于弱者 援助蓝思威的老师们回来了 刘南国导师牺牲了 陈元吉导师牺牲了 诸位速去南区大门 盈盈烈 就在方平众人还在看地图的时候 大厅有些乱了 一些学生匆匆往外跑去 老教授脸色一白 瞬间露出悲戚之色 舞者 爱 长长的叹息声 让人心中发毒 五分钟后 方平众人也纷纷到了南区大门口 此刻 南区大门口站着不少导师和学生 最前方 老校长头发愈发的花白了 开门 南区大门很快洞开 几辆大巴缓缓驶入 接着 在众人注视中 有人抬着担架 有人抱着骨灰盒走下了车 下车的这群舞者也是满脸风霜之色 不少人身缠纱布 显然也受了伤 老师 人群中 陈云熙忽然惊呼一声 接着就往前冲去 方平众人也看到了下车的白若熙 白若熙也在此行舞者当中 方平几人见状 连忙跑了过去 白若熙一如既往 依旧那么云淡风轻 可方平走近一看 却是有些心里堵得慌 白若熙左臂断了 左臂下半截 空荡荡的 之前距离远 大家没看清 看到众人跑来 白若熙微微摇头 示意他们别过来 陈云熙泪流满面 方平这些人也心里发酸 不知该说什么 前方 老校长这位宗师级强者 步伐有些颤颤微微 眼中泪光闪烁 轻声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校长 车上下来的武者当中 其中一位面部满是伤痕的老者开口道 此战不如使命 蓝斯威地窟大军已经被击退 我魔武战死导师六人 无疑退却 击杀六品强者三人 五品十一人 四品二十七人 养我华国之威 养我魔武之威 六人 校长没有在意那些击杀数据 眼睛发红 喃喃道 今年 走了十一位导师了 学员也牺牲了七人 都还这么年轻 都还这么年轻了 老校长呢喃一声 轻声道 行礼 赢赢烈 老生们纷纷低头鞠躬 面露哀色 方平这几位大一学生 第一次经历这个 茫然和无错终 也跟着行礼 后葬 魔武赡养英烈家属 入英烈辞 有朝一日 平定地窟 再报此仇 老校长说完 忽然踏空而起 身影消失在众人面前 校长离去 方平他们茫然 刚赶到的黄景 却是迅速追了上去 身旁 老教授低声叹息 轻声道 校长旧伤未遇 我魔武师生战死 校长必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今日 魔都地窟 必有宗师之战 只希望 老校长虽然已是八品巅峰 可出战太多 早就伤病缠身 此刻恐怕已经前往地窟 再这么下去 恐怕伤势会越来越严重 方平众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向前方那些沉默的导师 看着那一位尾躺在担架上 血迹斑斑的陌生导师 众人心里发堵的厉害 这就是地窟吗 这就是舞者的归宿 众人茫然悲戚中 其他导师抬着担架 朝南区深处走去 那里有个墓园 魔武的导师牺牲 都会选择葬在那里 那里距离魔都地窟很近 哪怕死亡 他们也希望能守卫在这边净土之上 白若曦没有跟过去 走到众人身前 看了一眼陈云熙 语气依旧柔和道 哭什么 老师没事 老师 和其他不熟悉的导师不同 这是大家极为熟悉的一位导师 还是陈云熙的老师 现在 断了一臂 陈云熙泪流满面 众人也不是滋味 这时候 刚刚没看到人的吕凤柔忽然出现 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陈云熙 吕凤柔忽然怒道 闭嘴 人还没死 哭什么 白若曦活着回来了 有什么好哭的 一声怒吓 吓到了陈云熙 吕凤柔哼了一声 又看向方平众人 淡淡道 生死就是这么简单 没必要太过悲戚 有朝一日 我等死在地窟 不需要这无用的泪水 有能耐 平定了地窟为我们报仇 没能耐 那就当生老病死 所有的泪与恨都是徒劳 最少我吕凤柔便是如此 我若战死 少跟我来这套 当然 我觉得我可以活到地窟覆灭的那一天 吕凤柔一脸的无所谓 又看向白若曦道 你这学生怎么安排 白若曦轻声道 柔姐 芸汐就拜托你了 吕凤柔皱眉 淡淡道 这种学生我不收 我不喜欢她哭泣的样子 柔姐 老师 陈芸汐一脸的震惊 白若曦要把她托付给吕凤柔 吕凤柔瞥了她一眼 忽然道 你老是重伤 内腐重疮 三两年是没希望痊愈了 走路都得喘气 有能耐 你去杀几个六品地窟舞者报仇 一副小儿女姿态 能把地窟舞者哭死 唐峰让你做后勤 你为什么不愿意 难道进了地窟 别人死了 等你哭丧 吕凤柔轻哼一声 又道 自己死了就算了 别拖累任何人 你们其他人也记住了 进了地窟 她若是跟不上 直接丢下她 别让自己亡死 陈家有宗师 让她爷爷去护着 我魔舞不会为这样的学生保驾护航 陈芸汐低着头 不知如何是好 白若曦有些无奈 轻声道 柔姐 她还没经历过这些 何况 吕凤柔也不接话 转回话题道 跟我也行 不过跟了我 我可不会和你一样 还暗中保护 死了拉倒 这话一出 陈芸汐猛然抬头 白若曦皱了皱眉 吕凤柔淡淡道 看什么 做几个二三品任务而已 真要死了 那也是能力不济 死在外面 比死在地哭好 我没你老师那么闲 沿途还跟着 生怕死了谁 可笑 下次怕死 就别做任务 要不让你陈嘉仁跟着 魔舞的导师也要修炼 也要出任务 要不是耽误那一个月时间 说不定你老师就进了六品 这次也未必会重伤 柔姐 白若曦再次轻贺一声 吕凤柔却是淡然道 让他们认清现实吧 你能庇护一时 能庇护一世 现在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更别说保护别人了 唯有自身实力强大 才是最大的依靠 在我看来 你这是添乱 吕凤柔说吧 也不再停留 转身便走 他一走 陈芸汐就面色发白道 老师 是我连累了你 白若曦诗笑道 吕导师故意这么说而已 他只是希望你们能坚强一些 奋发向上 不过我这次的确受了伤 不好再耽误你们的时间 其他人都会由导师接收 你天赋很好 所以我才将你交给了吕导师 跟着吕导师好好修炼 别想那么多 方平此刻也不由道 白老师 之前您一直在保护我们 白若曦轻声道 别多想 这其实是学校的安排 新生出任务都会安排人保护 当然 你们马上就不是新生了 以后不会再有了 以后都自己小心一些 方平他们这些人都是大一的精英 精华所在 出任务 岂能真的没有人照看 三月份 从他们出校门的那一刻 白若曦就一直在跟着 要不然 在南武 露面的也不会是白若曦 陈芸汐没管这个 小声道 老师 你伤势很严重吗 我让我爷爷来 白若曦轻轻摇头 不算太严重 也不用麻烦陈宗师 很快就没事了 芸汐 坚强一些 无论是唐老师 还是吕老师 他们都希望你们这些学生更好 更强 更安全 没有哪位导师希望自己的学生出事 只是 白若曦叹息一声 只是个人的教学方式不同罢了 也许今日的他们无法理解 可迟早有一天 他们会明白的 你们继续上课 我去墓园一趟 白若曦没在说什么 迈步往南区深处走去 脚步显得有些沉重 晚上的课程没继续下去 导师们大多去了墓园 方平他们没进去 却是在外围站着 众人都保持着沉默 心中各有想法 地窟 方平轻轻念了一句 傅昌顶忽然道 都该杀 今日的他们还没有熟悉的同学好友死在地窟 可也许很快 他们就能看到这一幕 甚至死亡的就是自己 这些年来 死去的人太多太多 多到 很多导师都已经麻木了 习惯了 心中只剩下仇恨和变强的念头 黑夜中 墓园深处出来低微的啜气声 哭的不是导师们 而是那些导师的学生 昔日不知多少人在骂 骂自己的导师刻薄 骂自己的导师光会说教 也没见他们如何如何 然而 此刻 很多人才意识到 他们的导师也是铁骨铮铮 当晚 方平这些人彻夜难眠 第二天 再去特训班 却发现一如往常 毫无变化 战死的导师们 仿佛也被人遗忘 课程结束 唐风忽然出现 扫了一眼 扳上众人 唐风淡淡道 校长回来了 也不知道校长怎么想的 不过校长说了 再给大家一次选择的机会 今日 可以选择退出特训班 昨日的情况 大家看到了 四五品的舞者 进了地窟 死亡也是简简单单的事 你们 现在进入地窟 的确很危险 自己做个抉择 现在退出 六月份不用再进地窟 进入三品以后 进不进 也看你们自己 等迈入中品镜 每年完成强制任务即可 可以和现在的社会舞者一样 做你们该做的 每年抽个十天半个月进地窟一趟 众人陷入了沉默 唐风见状又道 退出 也不丢人 二品进舞者 进入地窟 本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哪怕学校会安排导师保护 可有时候他们自己都自身难保 你们跑都难跑 之前 学校也有些激进了 二品舞者 真的很弱 给你们五分钟 退出的 现在可以离去 我保证 学校不会因此而克扣大家的任何福利待遇 只希望退出的人 等你们强大了 不要因为今日之事 就起了怯战之心 他日 也许你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群渐渐有些骚动 过了三分钟 忽然有人站了起来 于向华忽然怒斥道 你赶走 站起来的学生 满脸的羞愧和无奈 低声道 我 我 我父亲早逝 母亲独自一人 你 于向华勃然大怒 唐风却是白白手道 没事 你出去吧 记住了 在地窟被公开之前 不允许对其他人透露消息 一定 起身的舞者 低着头 不敢看任何人 匆匆离去 还有吗 人群再次安静地下来 过了片刻 又有两人起身离去 很快 五分钟过去了 唐风笑了笑道 比我想象的少 一群不怕死的小崽子 我以为骑马跑了一小半 说着 撇向方平道 方平 你居然没跑 出乎我的预料 方平无语 黑着脸道 你说二品的走 没说三品的 哈哈哈哈 唐风忽然笑了起来 接着又沉声道 给你一次机会 三品的 也可以走 方平懒洋洋道 我傻啊 我走了 班上的学分不是便宜别人了 地哭而已 又不是神仙 打不死锤不烂 咱们魔舞的导师 牺牲了几位 不也杀个够本 天天担惊受怕的 还不如下去干把大的 端了他们的老巢 那才能赚大钱 唐风痴笑一声 行 我很看好你 今日你说的话记住了 我等着那么一天 你不走 那也别说谁逼你如何 地哭遭遇危机的时候 带队导师不让跑 谁要是跑了 我知道了 第一个逼了他 你小子 就在我这份名单里面 方平翻了个白眼 你啥时候看我跑了 故意找茬呢 唐风也不管他 看向其他人道 你们也一样 另外 学校决定 可以提前预知一部分资源 谁要是突破三品 缺单要 可以去后勤部申请 方平眼神瞬间亮了 马上道 老师 我可以吗 我觉得我马上要进入三品高段了 三品高段 我实力大增 可以保护同学们 您可是知道的 我突破很快的 三品高段的实力 和现在可完全不同 唐风皱眉看着他 忽悠鬼呢 你小子突破三品才几天 三品阶段 天才如谢磊 也花了半年进入三品高段 南武王金阳 大概花了三个月 方平 突破才半个月不到 见唐风不信 方平叫去道 真的 老师 我要是进地窟之前 进不了三品高段 我双倍偿还学校界的资源 另外 我希望学校可以允许我提前预知接下来的日常奖励学分 之前的学分我也没领 算两个月 给我六百学分就行 学校再借我一千学分 班上众人都惊呆了 一千六百学分 你方平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换算成钱 这就是四千八百万 你方平胃口也太大了 方平想了想忽然道 借就算了 学校可以以投资的名义 投资我如何 众人再次目瞪口呆 唐风也愣住了 你说借 那未必不可能 可你说 学校投资你 方平也是刚想到 借钱好像不算财富值 之前她试过一次 借学分和借钱是一个道理 可投资 那就不一样了 当然 方平也觉得 自己想的有点多 看大狮子那副充满杀气的脸 她就觉得希望不大 果不其然 唐风冷哼道 你自己去和校长说 方平善善 宗师家的大门我进不去好不好 要不然谁跟你说这个 唐风也不再理会她 和其他人说了起来 而方平则是考虑着 借钱不行 投资也没戏 可六百学分提前预支给自己 还是可以试试的 当初 在特训班 她干过一次 预支班长的福利 学校也没拒绝 第二百零二章 两个简单的任务 晚上 特训课结束 方平去了后勤部一趟 看到她 李老头忽然眼神危险了起来 来了 嗯 很好 我以为你起码三五个月不敢来我这 老师说的哪话 我来看看您 混蛋玩意 李老头很生气 这一生气 直接手臂一探 方平明明距离她好机密 下一刻就被老头子擒拿在手上 李老头也不给她废话的机会 随手往外一甩 几秒钟后 方平趴在后勤部外 开始怀疑人生 我在哪 我怎么来的 刚刚我好像在飞 应该没错吧 大晚上的后勤部也有人来 此刻忽然有人道 社长 你这是 方平侧头看了一眼 看到是小胖子郭胜 但笑道 晚上月色不错 出来看看 你呢 哦 我来拿单要的 有学长下订单了 嗯 好好干 快成舞者了吧 小胖子略显诧异 善善道 社长 我上个月突破了 方平挑眉 忘了 刚刚也没注意观察 轻渴一声 掩饰住自己的尴尬 方平笑了笑道 我急混了 上次谁说自己要二次脆骨突破 我还以为是你 是我啊 郭胜再度茫然 解释道 可我到了169卡 就卡住上不去了 所以才突破的 方平眼神有些危险 会拍马屁吗 我说什么 你听着好了 非要说得这么明白 郭胜好像也反应了过来 替他解释道 社长 你大概太忙了 压力别那么大 你都三品了 已经把大家甩开了 嗯 去忙吧 方平摆摆手 打发走了郭胜 等他走了 这才无奈道 李老头这边看来是没法子了 他还想找李老头预知一下 现在好了 上次骗了他 说单要分给社团的人 结果李老头显然是发现了 所以才生气把他扔了出来 四处看了看 见没有熟人 方平有心想再进去试试 想到郭胜还在里面 方平叹了口气 转身离去 改名再来 欲知学分的事还没着落 陈芸汐倒是有着落了 4月19号 周日 8号别墅 吕凤柔 白若曦都在 陈芸汐 方平 赵雪梅三人也在 吕凤柔看着陈芸汐 显得格外是冷利 你老师 非要将你交给我 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以找别人 包括唐峰 我去帮你说 陈芸汐不知所措地看着白若曦 白若曦却是坚持道 柔姐 拜托了 哼 吕凤柔仿佛有些不太高兴 方平和赵雪梅也有些奇怪 平时 吕凤柔虽然对他们也不算客气 可绝不会真的露出厌恶的那种态度 现在对陈芸汐 她好像真的有些厌恶 难道就因为陈芸汐的性格 可陈芸汐很听话 哪怕有时候不愿意去做一些事 导师真要要求 她也不会拒绝 就为这 吕凤柔就厌恶她 六品巅峰的导师不至于如此 哪怕唐诗子不喜欢方平的性格 也不会露出这种神态 而白若曦坚持让陈芸汐留在吕凤柔这 也有些奇怪 方平几人不懂 也不好询问 吕凤柔沉默了片刻 点头道 好 那她就留在这 你可以走了 那副有伤 就别到处瞎溜的 白若曦轻笑一声 看向陈芸汐道 芸汐 以后吕老师就是你的导师了 努力修炼 有空我再来看大家 老师 陈芸汐一脸的不舍 吕凤柔显得有些烦躁道 走就走 生离死别吗 白若曦失笑 起身离去 也不再逗留 等她走了 吕凤柔看了陈芸汐一会 开口道 你以199卡气血成为舞者 可以说 三次翠骨 仅仅只是一步之遥 资源 你陈家不缺丝毫 可你呢 如今 方平三品镜 躯干股 淬炼六块骨骼 赵磊 淬股96块 踏入二品中段 附昌顶 淬股95块 也踏入了中段 可你陈芸汐 添资比他们强 突破比他们快 淬股93块 刚刚迈入二品中段的门槛 你这种光有天资和资源的废物 若不是白若曦 老师 方平倾可一声 打断道 老师 那个 那啥 要不要半个百诗宴 滚 吕凤柔瞪了她一眼 火气倒是消了一点 盯着陈芸汐道 今天是19号 月底 脆骨不到一百块 你干脆回你的陈家 陈芸汐脸色通红 吕凤柔不耐烦道 去吧 听到这话 陈芸汐无奈 只好迈不离去 她一走 吕凤柔倒是没刚刚那么生气了 方平有些摸不着头脑 吕凤柔和陈家有仇 可真要有仇 白若曦也不会让陈芸汐投入吕凤柔名下 导师虽然不是爹妈 可大学未来几年 武道上的修炼 几乎都是导师的事 这可是关系到人的一生的重大选择 吕凤柔也不解释什么 看了看赵雪梅道 现阶段别修炼战法了 脆骨 争取在进入地窟之前 达到二品巅峰 你家那什么公司 别开了 你那个叔叔不是想要吗 给他 卖了换钱 换来了钱 来我这买单要 然后进能源室修炼 老师 赵雪梅顿时急了 急忙道 那是我父亲 你父亲战死了 你也想和你父亲一样 死在地窟 吕凤柔呵斥道 愚蠢 你父亲一死 你家那些亲戚都在盯着你的公司 若不是在魔舞 若不是我是你老师 你能守得住 现在 卖了 换来资源 让自己实力进步 等你成了三品甚至四品舞者 到时候还想继续经营 那还不轻轻松松 你叔叔敢不给你 他一个三品舞者 不给你 那就等着死 卖个一两亿 起码够你修炼到三品巅峰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敞开了嗑药 一两亿 恐怕也就够三品巅峰 显然 吕凤柔就是这一次 赵雪梅进度现在比其他人慢不少 不舍得花钱砸怎么行 二品脆骨丹 百万亿颗 按照吕凤柔的说法 一个月最少十颗 这就是千万 再来三十颗二品气血丹 差不多得两千万 一个月砸他个三千万 赵雪梅资质也不是太差 真要差 也不会走到这地步 两个月下来 二品巅峰不是没希望 当然 两个月花个四五千万 那也没办法的事 赵雪梅有些不舍 半赏才点头道 好 吕凤柔这才恢复平和之色 又看向方平 皱眉道 你怎么回事 方平奇怪道 老师 我没事啊 说着 方平忽然道 您是说李老师的事 我没招惹他啊 老头子忽然就把我扔出去了 老师您这是要帮我报仇 什么 吕凤柔显然不太清楚内幕 也不想清楚 皱眉道 我是说 你突破三品二十多天了 怎么才脆骨六块 方平之前的速度可是极快的 一百二十六块骨骼 前后花了七个月不到的时间 两天不到脆骨一块 现在呢 二十多天 脆骨六块 虽然躯干骨比四肢骨难 可还没到最难的脊椎骨 方平现在还在淬炼肋骨 这都慢成这样 脊椎骨呢 方平眼珠子转动一下 轻叹道 导师也知道 以前进步快 是建立在我消耗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做到的 现在没了劲响 我家也没什么公司卖 没钱了 进步自然慢了 现在我纯粹的靠气血在酝养 脆骨单一颗都没吃过 气血单也是能省则省 何况 我现在要买 那都是三品单药 方平叫苦不迭道 三品的太贵了 贵的我都害怕 普通气血单三个血分 一品的十个 二品的二十分 三品的居然要四十血分 方平一副无法承受的表情 四十血分 这代价我完全承受不起 哦 吕凤柔应了一声 忽然道 你也别和我哭穷 没太大的意义 你自己那个公司 投资了几千万 我还是知道的 不过你不是抱怨我不公平吗 没给你好处 行 现在跟你谈一笔交易 你答应了 接下来的修炼资源 我可以提供给你 您说 方平急忙开口 吕凤柔似笑非笑道 简单 两件事 第一 帮我送一封信 带几句话 没问题 方平一口应下 心里乐呵 哭穷还是有用的 倒是现在总算给自己好处了 送封信 居然也算条件 除非送去地窟 要不然真没危险 第二 帮我杀个人 方平顿时皱眉 善善道 老师 您都快宗师了 这不是逗我吗 怎么 不愿意 提前预知给你好处 当然要付出代价 没让你现在杀 有能力了再杀了他 吕凤柔眼中绿色闪现 方平文言干巴巴道 东湖方家那位 滚 吕凤柔喝骂一句 哼道 杀他我用得着你 方平震惊了 何这还不是七品的宗师 您真的逗我玩呢 答应不答应 答应 我现在就给你一千学分 你中途死了 我也不找你要诈 这 方平苦笑道 老师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对方也是宗师吧 不是 不是 方平这下郁闷了 不是宗师 你让我出手 难道是历练我 想了半天 方平头疼道 那是六品巅峰 也不是 难道是 大宗师 不是 那那么多废话 吕凤柔有些不耐烦 地窟哪来的宗师 大宗师 人类才有 地窟就叫七八九品 懂个屁 方平放松了 笑呵呵道 老师 那没问题 我相信你也不会要我杀那些好人 废话 吕凤柔瞪了他一眼 随手将一幅画轴扔给他道 就是这人 遇到了 宰了他 实力强点再去 好 没问题 方平答应的痛快 两个任务都不算难事 老吕居然给自己一千学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接着 吕凤柔又丢给他一封信道 去南区地窟入口等着 今明两天 有个白头发的老头子会从地窟出来 信给他就行 另外就说 他女儿想他了 让他快点去陪他 哦 方平点点头 有些诧异 你爹 那算自己什么 时工 诧异归诧异 连学校都不用出的 方平还是很乐意为吕凤柔效劳的 一千学分 自己导师果然是财大气粗 也对自己格外的好 总算熬出头了 一旁的赵雪梅都看得有些羡慕 也就实力不够 要不然 这任务他也想抢一抢 在两人心目中 吕凤柔让方平杀个人 那肯定是坏人 当今社会 舞者虽然是特权阶层 可杀了无辜的人 那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送进帝窟赶死营 那是最轻松的 老吕不至于这么坑方平 方平杀人之前 肯定也得查一查 不是宗师 不是六品 那撑死了四五品的实力 方平实力到了 也不介意去帮个忙 从别墅出来 方平喜笑颜开道 老师够意思 一千学分 真舍得 提前预知给自己一千学分 在方平看来 这真的是太照顾自己了 赵雪梅有些羡慕 却是不想看她嘚瑟 询问道 老师对芸汐印象好像不是太好 这个不太清楚 可能是接触不多 等接触一段时间大概就好了 白老师太可惜了 赵雪梅叹了口气 断了一臂 又身受重伤 连教学都无能为力了 老师不是说了吗 能活着回来就是运气 而且对白老师而言 受了伤也就代表不用再进地哭 也许也是好事 这时方平只能往好处想 要不然 想想就不是滋味 没时间再续导 方平又导 我去后勤部一趟 领了学分再说 这学分 算吕凤柔给自己的任务报酬 也算方平自己的 倒是不用担心财富值的问题 一千学分 操作得好 那就是三千万财富值 哪怕不去换单要买卖 那也是两千万财富值 对方平而言 这学分来得太及时了 说完这话 方平就匆匆往后勤部跑 李老头之前发了火 现在也该消气了吧 第203章差一点大宗师的李老头 后勤部 方平鬼鬼祟祟地探测了片刻 李老头拖着脑袋 似笑非笑道 趴着进来 我当看不见你 方平干笑道 老师 我上次是真的挤用钱 然后就欺骗我 绝对没有这意思 我是考虑到 行了 少废话 说吧 来做什么 老师 我有学分了 刚刚领了1180分 方平一脸的嘚瑟 有史以来学分最多的一次 这19天 除了今晚的前面18天的学分 都被方平拿走了 有钱了啊 行 说吧 买什么 60颗二品汽血单 李老头略显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询问道 确定是二品的 对 二品的汽血单 其实和普通的汽血单 赚到的财富值差价差不多 也许还要多一些 不过二品的不太畅销 难卖 可那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陈云熙 傅昌鼎这些人都二品了 急需汽血单的时候 二品的反而好卖了 之前大家才一品 上次方平兑换的普通汽血单 差点没卖掉 这就是名证 得跟着时代的潮流进步 客户的需求而进步 59颗 方平无语 叫苦道 老师 这次我都没让您特殊照顾我了 我换了一千多血分 白送一颗二品的也不为过吧 这次他还真没敢口哗哗 继续骗老头子 老头子最近心情不好 方平也不敢招惹 可一千多血分 少个二十血分还计较 这也太坑了 李老头哼了一声 却是没再说 让人取了六十颗丹药出来 丢给方平道 再有下次 敲断你的腿 嬉皮笑脸没问题 老头子老了 也讨个乐喝 可你说好了给你的社员 转头就给卖了 这就是不仁不义 大是大非面前 岂能满口胡言 李老头显然是真的有些生气 方平善善道 老师 我现在资源紧张 等我稍微宽裕一点 您放心 肯定给 我实力强一点 赚得更多 滚吧 方平连忙跑路 之前那次 差点把老头子给得罪狠了 这位少说也是五六品 甚至六品巅峰的强者 还掌控着后勤部 而不是单一的兑换处 真得罪狠了 方平那才麻烦 单要一兑换完毕 学分给了方平 2380万财富值 单要兑换 给了他620万的差价 刚好3000万财富值 此刻的方平 财富值再次暴增 财富4900万 气血600卡 639卡 精神440赫 459赫 脆股132块 90% 74块 30% 自己脆股到现在 才脆股6块 平均一块股隔 消耗财富值 大概在90万财富值左右 而现在脆股一块 气血上线上涨接近10卡 躯干股还有45块 方平盘算了一下 肋股还差19块 淬炼完毕 系统淬炼 需要3420万的财富值 淬炼完肋股 我就能达到三品中断了 开始脊椎股的淬炼 现在财富值也够了 现金方面 最近一直没用 还是1460万 卖掉这批丹药 恐怕就要接近5000万了 可以试试 买点丹药辅助脆体 然后迅速达到中断 想着试 方平在此直奔宿舍 原本想找陈云熙的 想了想 白若熙最近刚受伤 她也备受打击 现在找过去不合适 没找陈云熙 方平直奔赵磊那边 赵磊也是有钱的主 卖我 赵磊微微醋眉 看向方平道 你自己不修炼的 我用三品的 那你兑换二品的 赵磊无语 卖啊 你们不是二品吗 市价70万一颗 四千两百万 给你九折 三千八百万就行 赵磊懒得搭理他 一边看书 一边道 买不起 你爹五品 你买不起这点丹药 你也知道我父亲五品 既然知道 我为什么要买 我自己学分够用了 而且我父亲 也支持了一些丹药 我家除了我 没人是二品五折 用不上 明白了吗 方平顿时无奈 这话没毛病 他自己学分换一些 家里也支持了一批 没有其他的二品五折 的确不会用二品气血单 普通的 倒是可以用来日常补充气血 二品的用于日常补充 钱多了烧的 那买个二十颗 赵磊有些头疼道 二品的市价虚高 你真以为我是白痴 二十学分 我花六十万换二十学分 自己都能用六十万买到 何必在你这买更贵的 方平 你是不是秀斗了 这笔账我们不会算 普通的一品的都好说 你拿二品的市价来忽悠人 好意思吗 方平忽然醒悟 咽了眼口水道 我忘了 他光想着二品的市价七十万了 给个九折也得六十三万 现在忽然醒悟过来 二品的有些虚高啊 再模武 没学分的话 花六十万 也能换到一颗 既然如此 傻了才会买更贵的 这和普通的和一品的都不一样 我居然忘了 方平脸色有些难看 系统对二品的弃血单 已经给了自己五十万财富值 这岂不是意味着 低于五十万 他一个财富值都别拿 六十万的价值 高于五十万以上 没问题吧 那五十五万 五十万我要了 高了不要 做梦 方平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混蛋家伙 居然压价这么厉害 这一下午 方平到处都收二品弃血单 连老生那边都去了 好不容易 以均价五十二万的价格 卖了出去 方平叹息不已 这次增加的财富值 只有一百二十万 现金方面 也就三千一百二十万 还没学分价值高 一千一百八十学分 加上老里头多给了一颗 一千两百学分 平时都能挣三千六百万以上的 亏大了 我脑袋进水了 怎么想到换二品的 方平为自己的大意感到痛苦 一下子就亏了五百万 还少了不少财富值进账 要不然 换个四百科普通汽血单 怎么着也不会低于三千五百万的价值 第一次做了亏本买卖 是真的亏本了 少了五百万 那是翻倍的少 还少了五百万的财富值 一来二去的 一下子千万就没了 这恐怕是方平倒卖单要以来 第一次觉得巨亏 我真傻 难怪之前觉得有些不对劲 一页账目最近顺利的忘乎所以了 要反省 另外一群舞者居然有脑子 这不应该啊 方平更痛苦的是 大家居然都有脑子 居然都会算账 舞者应该傻得跟大狮子一样才对 结果居然有人能想到用六十万可以换二十学分 再换单要 而不是市场价去购买 之前普通的汽血单也是如此 三个学分也就九万 富昌顶他们要自己巴巴折 那还小赚一些 给九万恐怕都是友情价了 难怪后来要九万都不买了 九万 他们去学校买一个样 只是方平兜售了 也不算多药 大家才没吭声 巴巴折 比他们买便宜一些 这才算合格 至于卖给陈云熙的 好像比九折还高点 失策 方平再次反省了几句 也没再多想 吃一欠掌一掷 下次注意 不过还好 财富值第一次超过了五千万的大关 达到了五千零二十万 是该去执行老师给的任务了 好歹一千学分 想到这 方平忽然掏出塞进怀里的画轴 给个照片就是了 给这玩意干嘛 方平咕弄一句 打开画轴看了看 等打开画轴 方平忽然皱眉 这么帅 不对 女人 看着画轴中 那位帅哥留着长发 方平忽然不太确定起来 男人吧 是男人 留着长发 方平忽然有了不太好的联想 匆匆往后勤步跑去 又有学分了 没 老师 我刚刚亏了一大笔钱 算了 这是回头再说 方平没在废话 打开画轴道 老师 这人您认识吗 李老头探头看了看 忽然有些异样的 看了方平一眼 淡淡道 吕凤柔给你的 嗯 你学分的来源就是这个 嗯 一千学分 你就接了 方平脸色发白 我接了 我接了一个酒品大宗师的认识 然后只要了一千学分 是酒品 对 那 那 那地窟深处还有更强者 也算酒品吧 起码李司令和对方交过手 没落入下风 只是在酒品走得更远一些 天门城城城主 只算出入酒品 小子 我看好你 你有希望 李老头打去了一句 至于方平能不能杀了对方 李老头不在意这个 方平酒品还要多少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真的难说 中三品是一个坎 高三品 那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坎 哪怕踏入七品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几十年后 天门城城主还活着吗 地球还存在吗 谁知道 吕凤柔说是照顾方平 也不无不可 也许 也抱了那么一丝丝 微不足道的奢望 精神力高于常人的方平 也许踏入宗师很快呢 可这种希望 太低太低 低到吕凤柔自己 都有些不相信 方平有些恍惚 我接了任务的 我觉得我很快也能到九品的 岂不是说 我又亏大了 对于自己进入九品 方平觉得那是必然的 上天就是让自己来拯救世界的 他现在考虑的和别人不一样 不是能不能进九品 而是进了九品之后 吕凤柔花一千学分 雇佣一个九品强者出手 赚大了 眼光独辣啊 佩服佩服 居然这么有眼光 提前投资我 不服不行 方平佩服的不行 觉得自己导师 眼光就是厉害 居然看出来 自己很快就要进入九品境 李老头瞥了他一眼 老脸都有些抽抽 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厚脸皮 九品 你张嘴一说就是你的了 没事滚蛋 对了 九品之前遇到他 你死定了 祈祷自己别那么倒霉 方平奇怪道 那您说他是您仇人 你管得着吗 您老难道是 方平 八品颠峰 最后仰天大吼的 呵呵 想着我是九品 李老头玩味道 我要是九品 哪怕真废了 校长他们也得把我当宝供着 让我在这跟你们这些小屁孩浪费时间 白痴 李老头话音一转 又自嘲到 不过也差不多 就差一点迈入九品 八品巅峰 方平再度惊叹 六品巅峰 差一点啊 李老头叹息道 差一点进入宗师 进入宗师 老头子觉得我自己也可以迅速突破九品 你说 是不是差一点 可惜了 宗师啊 没能踏入 这一次 老李头没开玩笑 是真的有些遗憾 至于之前的话 也未必是开玩笑 踏入宗师 这是一个壁垒 打破这个壁垒 九品也未必不行 可惜困顿六品巅峰多年 早就失了斗志 在这是真的养老了 六品巅峰 方平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有些遗憾 安慰道 老师 说不定哪天一觉醒了 您就成宗师了 扯淡 李老头失笑道 以为宗师是大白菜呢 老头子真要成了宗师 多活个几十年 也要热血一回 杀他个七进七出 恨不能少年时 昔日我若为宗师 岂会 李老头情绪微微有些激动 忽然摆手道 滚 别来烦我 方平见他情绪不对 也不废话 迅速离开 他一走 李老头叹息一声 老了 真的老了 再苟活一段时日 也该进地窟了 这个年岁 久不入地窟 忽然要进入地窟 意义截然不同 临死之际 杀他个酣畅淋漓 哪有强者老死病他之上 第204章 这是我靠山 九品舞者 出了后勤部 方平叹息连连 聪明如他 很快反应过来 这送信的任务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啊 想归想 任务还是要做的 一千学分拿了 方平赶不做 吕凤柔就能让他知道 花儿为什么那么红 九品静的天门城城主 这个还好 吕凤柔也说实力强了再说 可送信 这可不是什么难事 晚上的课程结束 方平拉着傅昌顶笑道 陪我去南区一趟 去南区干嘛 送封信 大晚上的去 地窟联系不到 信挺急的 等等看 不是今晚就是明天 去不去 行 顺便请教一下 你怎么修炼的 傅昌顶答应的也痛快 一旁的赵磊 有些蠢蠢欲动 却是不好开口 方平眼间 健壮笑道 赵磊 一起 赵磊嘴上想要拒绝 却是没能开口 对于方平 这么快修炼到三品 赵磊也觉得 肯定不单纯 是天赋的原因 方平肯定有其独到之处 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学习一下 也是好的 路上 傅昌顶询问道 最近脆骨 总觉得速度慢了下来 方平 你修炼的时候 就没这种 极限瓶颈的感觉 有 很多次 那你如何解决的 方平笑道 其实这些事 很简单 导师们都知道 不过导师们 一般不会告诉咱们 为什么 赵磊一脸奇怪 导师不至于藏私吧 何况他父亲也没说 怎么说呢 老师们更希望我们能循序渐进 以及性价比的问题吧 方平笑着解释道 其实我在二品镜修炼 之所以这么快 和脆体进度快有关 脆体 对 方平点头道 人体骨骼的淬炼 其实说是脆骨 然而在脆骨过程中 我们也在不断 蕴养肉体和经脉 这一点 大家应该清楚 两人点头 方平继续道 可这些 也都是消耗气血的 需要时间 而且减缓了脆骨的速度 其实 我们可以将脆骨的过程 拆分开 先脆体 再脆骨 不 应该说同时进行 你一边气血脆骨 单要脆体 这样一来 你速度就会增快 当然 快的有限 你的意思是 烧钱 方平笑眯眯道 大量的烧钱 天天拿脆体单 融化了洗澡 我保证 速度肯定会比现在快一些 两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开什么玩笑 现在的气血单 脆骨单 已经让他们入不敷出 还在单独脆体 这得多少钱才够砸的 方平确实继续道 其实我从李老师那边问了一下 除此之外 还有个办法 进气血池 气血池 虽然号称对中三品舞者有效 实际上 下三品舞者一样可以用 就是性价比不高 你在气血池中修炼 比能源时更有效果 恢复速度快 补充速度快 气血几乎绵延不绝 要是舍得 再在气血池中 塞一颗脆体单 扶下一颗脆骨单 修炼一小时 顶得上平时一天 两人再次无言 气血池的花费 比能源时更大 三十学分一小时 加上一颗脆骨单 二品的也要三十学分 脆体单呢 还是三十学分 一次修炼 九十学分 倒是不用再服用气血单 这么修炼下去 只不定一个月 大家就能达到二品巅峰 代价呢 两千七百学分 八千一百万人民币 就为了从二品中断 迅速迈入二品巅峰 省去两三个月的时间 起码多花五千万 值得吗 导师们不推荐这种方式 几人的父辈也不推荐 吕凤柔推荐赵雪梅 也没方平说的这种奢侈 关键是赵雪梅不是二次脆骨 修炼速度更慢 傅昌顶盘算了一下 南南道 这开销太大了 你就是这么干的 差不多吧 方平笑了一声 是真的差不多 他的系统财富值足够 效果比气血池都要好 难怪 傅昌顶脸色复杂 悠悠道 下次你再说你穷 我信 可你穷的不是没道理 这么烧钱的修炼方法 身家百亿的舞者 恐怕都舍不得 二品镜 一个月就烧钱尽亿 那三品镜呢 起码得翻倍 而且三品镜 修炼时间更长 可能要几个月 甚至半年 等成了三品巅峰的舞者 花了十个亿 都属于正常范围 下三品花钱花成这样 除非真的钱多的烧的 要不然就没人会干这种事 说话间 三人到了南区深处的地道入口 三人没进去 入口处 有军人持枪戒严 而且内部还有舞者驻扎 比外面持枪的军人更可怕 对方凭他们而言 此刻速度已经极快 对方扫射都未必能打中他 可遇到比他们强的舞者 逃都难逃 地道入口很安静 方平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站桩开始修炼 一边站桩 方平一边倒 桩公达到了站空镜 已经是下三品的极限 我听我导师说过一次 桩公只是基础 到了中三品 桩公会出现两个分支 桩公其实是断体攻法和步法的一个结合体 而到了中三品便会彻底分离 有人选择进修断体攻法 为修炼五脏六腑打基础 有人选择修炼步法 不是我们现在这种 而是站空之后的育空 你们见过中三品舞者会飞的吗 傅昌鼎师笑道 你真敢想 修炼预空步的舞者 我见过 或者说踏空步 还谈不上预空 就和你现在可以短暂的踏空而行一般 中三品舞者 这个时间会持续的稍微久一些 另外 速度 应变能力 高度都会有一个进步 我曾见过一位武品强者 踏空而行 前行百米 悬空高度接近十米 当时惊为天人 这样的舞者 才是真正的神仙中人 与仙共舞 哪怕百米后 这位武品强者迅速跌落 那也是了不得的壮举 不过从装弓转修预空步法 而不是断体法门 其实被很多强者认为 虚有其表 预空 等你达到宗师境 其实不修预空步法 也能做到 中三品舞者 一些自认能达到宗师境的舞者 都会在这时候选择修炼断体法门 加速修炼进度 迈入宗师境 方平微微沉吟道 之前我倒是问了一句 老师的说法是贪多嚼不烂 有中三品舞者 在两者上面 都有突出表现的强者吗 赵磊插话道 有 不过都是六品舞者 而且大部分都是六品巅峰 这些强者 很多人困在了六品境 宗师是一个很大的境界壁垒 大部分六品强者 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踏入宗师境 这时候 在品级上无法进步 他们便在其他方面下苦工 有些六品巅峰的舞者 极强 在六品巅峰境 其实也是一个跨度极大的境界 六品巅峰和六品巅峰 是完全不同的 方平微微沉吟道 你们发现了没 六品境 没有排行榜 傅昌顶笑道 正常 恩 十个六品巅峰 有八个在地窟 做生死观 傅昌顶语气微微凝重道 地窟不能久留 危险极大 这点大家都清楚 包括宗师都不会在地窟久留 可六品巅峰舞者 为了寻求突破机缘 大部分都在地窟内部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也许下一刻他就会以宗师的身份从地窟走出 也许一辈子都无法走出 他们这群人也不热衷于名利 这时候名气再大 金钱再多 丹药再多 都没太大作用 宗师这一关 不是靠这些 而是靠其他的东西 所以六品不排名 因为没意义 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巅峰的大师舞者还活着 社会上的六品巅峰舞者极少 哪怕五大也是如此 魔舞 方平之道的几位六品舞者 吕凤柔 唐峰 李老头三人是六品巅峰 其他如罗伊川 徐建州这些人 都不是巅峰镜 其他年级的导师 也大多如此 六品巅峰镜 再魔舞 不到十人 这是绝对的 大一这一届 其实原本就唐峰这一位 六品巅峰导师 吕凤柔是后来加入的 而李老头现在根本不交客 也许 真要认真盘算下来 魔舞的六品巅峰舞者 在校的不会有五人 这还是魔舞 其他五大 除了精舞 几乎看不到六品巅峰的舞者 三人说说聊聊 等到了十一点多 方平见人还没出来 便准备离开了 刚想走 地道口的门忽然被打开 很快 有人从中走出 吕凤柔的判断 显然是准确的 对方就在这一两天内出来 而且魔舞的地道入口 一般也很少有人走 方平意见有人出来 急忙将信掏出 在傅昌顶和赵磊两人中看了看 想到傅昌顶好久没挨揍了 而且之前还有几次 入了自己的小账本 想到这 方平将信塞进傅昌顶手里 迅速道 我导师的爹 我有些怕 你帮我给他 顺便问候他一声 说他女儿想他了 让他去陪他 傅昌顶一脸猛逼 吕凤柔的爹 方平干嘛要自己去给 稀里糊涂的 傅昌顶见方平鼓励的 看着自己 有些无语 不过这是在魔舞 傅昌顶也没多想 很快 一位 不知道是不是老人的舞者 朝几人走来 之所以说不知道 是因为对方头发雪白 面容却是算不上苍老 有点非主流大叔的感觉 不过白发衬托的对方挺帅气的 傅昌顶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犹豫了一下才到 老师 您的信 白发男子看了他一眼 接下了信没说话 那个 吕导师想您了 嗯 男子愣了一下 忽然展颜笑道 这是他的原话 傅昌顶不知道 侧头看向方平 方平见白发男子笑得挺柔和的 傅昌顶也没什么事 这才上前一步笑道 是老师的原话 老师说 您女儿想您了 让您去陪陪他 您老人家 刚想拍几句马屁 男子脸色忽然变了一下 轻哼一声 抬腿就是一脚 在傅昌顶和赵磊茫然中 方平不见了踪影 傅昌顶咽了咽口水 喉咙干涩 干巴巴道 老老师 他 没事 没事 他是李凤凯 那个 那个方平 对 是方平 男子微微点头 也不再说 眨眼间消失在两人面前 等人走了 傅昌顶忽然道 什么情况 他到现在还一脸猛逼 白发老帅哥 刚刚对他还笑得和蔼可亲 可遇到方平 却是一脚踹飞了 方平这是多遭人恨 赵磊悠悠道 方平让你去送信 大概就是这想法 傅昌顶也反应了过来 接着就吃笑道 活该 让这王八蛋算计人 最后还是自作自受 傅昌顶越想越想笑 这算什么 方平大概是察觉到了不妙 所以拿他顶刚 可谁知道 结果还是一个样 傅昌顶倒是什么事都没 方平人确实不见了 两人对视一眼 赵磊干咳道 需要找人吗 找个屁 谁知道人在哪趴着 两人没猜错 此刻的方平 就在不远处的一栋楼顶上趴着 方平也懒得起 趴在楼顶上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刚那句话到底哪说错了 傅昌顶居然没事 这算什么 老帅哥联系小帅哥 专门欺负我 不公平 方平郁闷的咕噜一声 接着又喃喃道 这白老头 是什么人 被人打飞 这是方平第二次经历了 李老头之前随手一甩 他就飞出去了 李老头甩飞他一二十米而已 可刚刚那个白发老头 直接让他飞了上百米 而且这么远的距离 方平掉下来 也没那么痛 这力道控制的可不一般 难道是宗师强者 方平心中隐隐有些猜测 难难道 老师背后站着的那位宗师 我最大的靠山 宗师强者 想到这 方平迅速爬了起来 朝着黑暗中的人影就狂追而去 这好不容易遇到了自己的大靠山 混个眼熟也是好的 虽然刚刚这笔账自己记下来了 第205章武道界的小秘密 呼吃 喘着粗气 方平总算追上了白发老帅哥 这位走得不是一般的快 他这个三品舞者都差点追不上 对于方平追来 男子自然早就感受到了 等感觉到方平一直坠着自己 男子扭头玩味道 还想体验飞天的感觉 方平舔着脸笑道 这个等我自己成了宗师再体验吧 老师 您现在去拿 我送送您 你 男子面露笑容淡淡道 说吧 想做什么 哪能啊 看老师这话说的 方平马上否认 接着又试探道 老师 您和我导师 吕凤柔没提过我 男子一边走着 一边淡笑道 不过也正常 你呢 我好像听人说过 想从我这挖掘点好处出来 男子笑容玩味 摇头道 别想那么容易的事 天下不会掉馅饼 男子走走说说 方平则是坚决道 老师 这个您就误会我了 我只是看我导师 之前拿出这封信的时候 欲言又止 怅然若失 和我印象中的导师完全不同 导师待我如此 我这个当学生的也该投桃报李 为导师排忧解难 哈哈哈哈 有点意思 白发男子笑了起来 侧头看向方平道 胆子倒是不小 小子 好好修炼才是正道 别成天琢磨这些 你这些 还是我当年玩剩下的把戏 说吧 男子身影一闪 人已经消失在方平眼前 方平叹了口气 没捞到好处 可惜了 对于男子的身份 方平其实还是有些好奇和猜测的 不过吕凤柔这边 方平也不敢去问 男子那边 方平也没再遇到 还是过了两天 傅昌顶神神秘秘说 打听到了消息 宿舍楼 傅昌顶敲开方平的门 做贼似的钻了进来 一进门就小声道 大发现了 别故弄玄虚 有话就说 这两天 方平继续保持自身气血脆骨 有空就练练战法 正在为下个月突飞猛进做准备 哪有那么多时间听傅昌顶废话 上次你不是被人揍了吗 什么被人揍 我怎么不记得了 切 傅昌顶一脸鄙移 接着又笑咪咪道 真的是大发现 五道圈子秘密太多 咱们这些小新们 下次都注意了 免得死得不明不白 你知道 那晚遇到的那位白发老师是谁吗 谁 蛇王 谁 方平一脸诧异 傅昌顶 无语道 宗师榜没看过 排名47位的蛇王 吴魁山宗师 八品高段实力 傅校长 方平愣了一下 开口道 你是说魔五的傅校长吴魁山 至于蛇王 称号而已 听起来不咋样 不过配得上一个王字 这就是实力的象征 等哪天大狮子成了狮王 方平也不敢再招惹他了 怕死 嗯 就是他 傅昌顶笑咪咪道 咱们魔五能和精武相提并论 其实吴校长也占了很大的功劳 精武校长宗师榜排名是36 咱们校长排名41 可咱们吴校长也排名在50以内 排名47位 这才是咱们魔五的底气 排名前50的宗师 咱们学校就有两位 宗师榜当中的宗师都是华国的大人物 而排名前50的更是巨头中的巨头 魔五其实只是教育部下属的一所五大 哪怕是名校 按理说校长能名列华国50巨头之一 也不简单了 而魔五还有一位强者也名列其中 中央政府 军部 镇首府 真机局 教育部 商界 宗派 五大 这么多方势力 哪边没有巨头 魔五出现两位顶级巨头 这就是底气 居然是他 对这位副校长大家只闻其名 不见其人 听说很少在学校出现 几乎都是在外界奔波 要不地窟 要不京都 要不就是在国外 反而很少在学校 方平他们入学快一年了 也没见过这位 包括校长也是如此 见得极少 真正见得多的宗师 还是兵器学院的院长黄景 魔五目前公开的宗师 有四人 老校长 副校长吴魁山 兵器学院院长黄景 另外一人 则是一直坐镇 魔五南区的一位老宗师 并未挂领导职务 后两者都是七品宗师 吴魁山之前对外公开的实力 是七品巅峰 可就在方平他们入学不久 这位副校长忽然变成了八品高段 谁也不知道是以前隐藏了实力 还是突然爆发突破 对于这位 方平是真的不了解 没想到吧 傅昌顶笑咪咪道 还有你更意外的 你大爷的 居然骗我说是吕导师的爹 你信不信我告诉吕导师 让他活批了你 上次的话 也就吴校长没叫真 不然真能活批了我 他没完全转达方平的话 说他女儿想他 当时他下意识地 把吕凤柔带入了吴魁山女儿的角色 直接说了吕导师 这也是他安然无恙的原因 要不然他死得比方平还惨 吴魁山当时也没想到这些 傅昌顶想想都后怕 什么跌不跌的 吴校长是吕导师的丈夫 啥 方平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 之前他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猜测 可一直不敢确认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恩千真万确 傅昌顶小声道 我爸说的 这事其实老一辈舞者都知道 只是现在说这些的人不多了 吕导师现在和吴校长见面跟仇人似的 当然千万别当真真欺负了吕导师 吴校长马上得出面 听说之前夜席千里 把东湖的那位宗师打得吐血三声 嘖嘖 霸道的不行 方文祥他爷爷 好像是 方平听得津津有味 好多八卦 那我导师和吴校长现在怎么回事 这是说来话长 那就长话短说 傅昌顶翻了白眼 想了想才到 其实也是成年往事了 差不多有十年了吧 当初吕导师和吴校长有个女儿 独生女 宠爱的不行 吕导师当初是无品镜 吴校长已经迈入宗师镜 那时候可了不得 吴校长还不到五十岁 正儿八经的大宗师胚子 吕导师也有望宗师 你想想 爹妈这实力对女儿得有多宠 说句不客气的 现在的陈云熙都比不上 差远了 陈云熙爷也是宗师 父母可不是 而且陈家也有其他人 不是独一份 吴校长的女儿 那是真的独一份 结果大概是太过溺爱了 吴校长也太过自信 出地窟任务的时候 带着女儿一起进了地窟 结果在地窟遇到了麻烦 吴校长被强敌缠住了 听人说 当时吴校长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女儿被地窟强者打死了 反正差不多就这情况吧 我爸说的也不清不楚的 打那以后 吕导师和吴校长就翻了脸 我爸说 现在好多了 当年闹得才厉害 当时和吴校长一起下地窟的强者不少 吕导师是一家家打上门 都跟疯了似的 质问那些人 为什么不救他女儿 其实吧 在地窟丢了性命 这个真的不好说 谁对错 可吕导师女儿心丧 其他人也都没坑气 打就打吧 最后大概是吴校长出面阻拦 然后吕导师就宣布跟他离婚了 听说吴校长不想离 后来不敢不离 吕导师好几次半夜要杀他 方平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道 真的 真的 傅昌顶也小声道 你小心点 你家导师当初有点那啥 受刺激了 差点就把吴校长给杀了 现在好点了 每年也就在女儿忌日那几天发点风 现在差不多到时间了 吴校长这次回来 大概也是因为这事 反正最近你最好别往你导师那边凑 真的 太危险了 方平打了个寒颤 好害怕 这事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也才知道自己导师还有一个女儿 只是已经死在了地窟 难道说 当初那个强敌是天门城城主 方平心中大概有了判断 串联一下 大概明白了什么 至于不待见陈芸汐 别不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吧 傅昌顶小道消息显然还没结束 又道 对了 忘了说了 你导师是真的背景吓人 你最好老实供着 他还有个亲爹 不是你这王八蛋说的吴校长 他亲爹也是宗师 七品巅峰的老宗师 这些年一直没出现 可名字还在排行榜上 说明还活着 我爸说 应该在魔都地窟内部 这些年一直没出来 不过应该还活着 一门两宗师 不 要是等吕导师自己突破到了宗师 那就是三大宗师 这背景谁敢惹 不过我爸还说 傅昌顶声音更小了 微不可闻到 其实吴校长和其他人都在压着不给吕导师突破 这要是突破到了宗师 得出大乱子 乱子 不知道 反正我爸这么说的 再问 他就不跟我说了 方庭陈思片刻 难道说的是天门城城主 天门城城主出入酒品 华国其实不是没人能杀他 可杀了他 天门城告威 后方的魔都地窟十二城 恐怕会出变故 这些年 好不容易和天门城维持了目前的局面 一旦天门城这个主要对手 换成了后方的城市 那也许真要出大乱子 是怕他突破宗师 然后找对方报仇吗 七品的宗师显然不行 可倒是出手了 吴校长和他父亲能眼睁睁看着他送死 三大宗师联手 要不打死了对方 要不死在对方手上 总之都不是好事 方平心中念到了几句 打死了对方 要出乱子 真要死了三大宗师 那华国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 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吕凤柔没突破 他不突破 吴校长和他父亲 显然比他冷静不少 也考虑到大局的变化 吕凤柔 未必会考虑大局 丧女之仇 恐怕早就想爆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内幕 方平感慨一声 又唏嘘道 我那个师姐要是还活着 那才了不得 一门三宗师 这后台 非舞者都能吊打一群中品舞者了 看来以后得好好巴结巴结我这导师了 要不认个干妈 方平自顾自念叨着 傅昌顶脸都绿了 你有点节操行不行 见方平还在念叨 傅昌顶警告道 可别在你老师那边提这事 现在都快成禁忌了 被人打死了都没人帮你讨公道 也千万别提我说的 我怕死 我有那么傻吗 方平翻了个白眼 吕凤柔从不提这些 显然也不想别人提及 当他面说这些 刺激的吕凤柔发疯 一百个方平都不够他看的 傅昌顶的八卦消息 永远都比方平来得快 来得多 四月底 方平一心修炼的时候 时不时的能从傅昌顶这边 得到一些圈子里的信息 比如商界的某位大咖 本月突破至宗师了 比如某地总督 宗师榜排名前进了 比如某位巨星 前不久忽然病逝了 笑话 那位巨星四品的实力 哪来的病逝 在地窟做强制任务 陨落了 中品竞舞者 每年都要进地窟 完成一定的任务量 才能回返地表 这也是一种约束和责任 每年忽然病逝的名人 并不少见 对这些消息 方平也就听听 暂时都和他无关 真正和方平有关的 则是下月初 五一期间 学校会带领大家 去进行一次阅读考核 考核内容待定 奖励多多 学校通知大家 提前做好准备 这也是第一次 以大团队形式 去完成考核任务 收到消息的方平 也顾不得其他了 准备趁着考核到来之前 看看能不能完成 类骨的添炼 此刻的方平 经过一个月的修炼 数据再次出现了变化 财富 4800万 气血 650卡 659卡 精神 450赫 469赫 添骨 134块 90% 72块 30% 还差17块骨骼添炼 才能添炼完类骨 方平盘算了一下 距离考核开始 长则一星期 短则三五天 自己还是可以试试 添炼完17块类骨的 至于学校这次考核什么 唐峰宣布的时候 方平看他满脸的玩味 觉得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第206章三品中断 后勤步 方平在兑换处坐了很久了 李老头打着瞌睡 也不再管他 方平一直盯着面前的兑换表 许久忽然下定了决心道 老师 我要买这个 李老头扫了一眼 略显诧异地看了他一会 缓缓道 确定 确定 你买这个干嘛 李老头还是有些奇怪 扫视他片刻道 这可是五品丹药 药不是你经常来这 兑换表伤都没有的 这也不针对学生 主要为导师们提供的 就要这个 方平一脸的肯定 肉疼道 听说断体丹是专门为中三品强者断体准备的 由内而外的改造 效果惊人 连五脏六腑都能淬炼 老师 效果不是假的吧 当然不会 李老头看了他一会 考虑片刻道 中三品武者 锻造五脏六腑 可以说 这个阶段 就是将人体打造成金身 六品巅峰的武者 除了头颅 几乎在无物理上的弱点 说话的功夫 李老头随意拿起桌上的合金匕首 咔咔就往手上扎了几下 传出一阵金属切割的声音 小子 看到了没 说实话 我现在躺在这 随便你砍 别砍脑袋 砍死了老头子 算你厉害 方平满脸黑线 郁闷道 老师 我不是来看你炫的 我只是想换几颗丹药 顺便咨询一下效果 怎么说话的 李老头不满道 我这不是在给你展示成果吗 断体丹 对人体改造有一定的作用 不过不是主要作用 老头子只是告诉你 别太浪费了 你现在的情况 服用断体丹 最多也就稍微提升一下肉体强度 而对内服的改造 反而充满了危险 你未必可以承受这么强大的要力改造 老师 那您觉得 我现在服用一颗断体丹 肉体强度能承受三品中断的脆骨进度吗 李老头没说话 探手往方平身上拍了几下 陈吟片刻道 你要是真想尝试一下 可以试试看 服用三颗断体丹 应该就足够了 不过第一次比较危险 药力很强 另外 200学分一枚 你确定要花600学分买这个 就为了提前让肉体承受三品中断的脆骨进度 你这么浪费 下次有脸跟我说你家有多穷 方平无奈 叹气道 老师 我这进步太慢了 何年何月才能修炼到中三品 甚至上三品 我也想慢慢来 省一点算一点 可不行啊 再慢 我就被人甩开了 大一还有人比你更强 没说大一的 说别人呢 李老头失笑 陈吟片刻道 那你起码还要兑换三颗三品护腹单 一颗90学分 三颗270学分 每次先服用护腹单 再服用断体单 这样 你的内腹不会遭受太大的冲击 安全性更高 效果也更好 总共870学分 三次下来 肉体强化完毕 承受你三品中断的实力 绰绰有余 870学分 方平喃喃一声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就是想提前修炼到三品中断而已 这么贵 这都没算脆骨消耗 比抢劫都快 李老头笑道 所以我才劝你 别这么急 慢慢来 其实你现在修炼到三品 已经极为不易 不 我不能再慢下去了 我听说 秦凤卿在冲击四品镜了 谢雷也要迈入三品巅峰镜了 老师 我得趁早修炼到三品巅峰 然后才有时间加深对战法的修炼 要不然 我现在根本无心他顾 换了 老师 没学分 花钱 您算我便宜点 我现在真没多少钱了 李老头吃笑一声 断体单可不是脆体单 脆体单是滞销货 断体单对中三品舞者而言 却是畅销货 加上三颗三品护负单 算你2500万 老头子又给你开后门了 250 方平纠结了一下 正想开口 李老头打着哈欠道 别说话 要就买 不要就出去 买 方平一咬牙 买了 三天进入三品中段 也赶得上考核了 如今自己手头上 还有4500多万现金 暂时也够用了 进入中段之后 休息几天 再冲击高段 一旦踏入三品高段 自己暂时放一放 修为上的修炼 主攻战法 争取在进入地窟之前 成为真正的实战强者 李老头也不废话 给了方平三颗三品护负单 至于断体单 则是让人去南区去取 这边没有 过了十多分钟 方平才拿到了单药 同时卡里也少了2500万 也不知道这次考核 能不能赚回来 路过学分领取处 方平又领了一下 这个月积累的120学分 财富值却是只增加了40万 方平愣了一下 半赏才想起了一件事 他答应过付昌顶他们 每月的300学分 其中100学分是他们的 他们的系统窃听我谈话 方平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也不是没有 不算财富值的事 可到手的学分 居然不算自己的账 这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不 这就和魔舞兑换平台上的 那些学分一样 流经他手 却不属于他的学分 无语了 方平郁闷至极 想想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就和之前做任务一个样 任务统一结算 却不会单独算在方平头上 回到宿舍 方平去了副昌顶那边一趟 用电脑给对方转了100学分 至于他们怎么分配 方平也不去管 接下来 方平就给自己房门上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招牌 痛彻心扉 当服下无品断体单的时候 方平只想骂人 李老头说第一次服用比较危险 又说服用了护补担 危险会小很多 方平应该扛得住 可李老头没告诉他 会这么痛 浑身肌肉 好像被人一寸寸撕裂 五脏六腑也都不断抽动 好痛 方平痛的意识都有些迷糊了 大滴大滴的汗液 夹杂着血液滴落在地 我一心想着变强 到底是为了什么 承受痛苦 饱受折磨 难不成真为了可笑的拯救世界 剧痛男人中 方平不由自主地想着这些问题 我什么时候真的这么伟大了 伟大到想要平定地窟 还人类一个和平社会 可笑的想法 拼死拼活的 就为了在舞蹈上有所精进 值得吗 做个普通人 无视这一切 也许我会过得更好 各种各样的念头 在脑海中不断闪烁 想着这些 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幅幅画面 魔舞蹈师战死归来的画面 白若曦断臂戴笑的场景 以及那想象中 地窟入侵 父母妹妹死在眼前 自己无力挣扎的画面 我没那么伟大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自己而活 为家人而活 今日承受痛苦 比起来日无力哭泣更值得 方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这种剧痛感抽离 整个人都虚脱了 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地窟 南疆 家人 轻声念叨了几句 方平喘着气 轻笑道 对 我只是希望能在地窟大举入侵之前 能有自保之力 别把自己想得太伟大 太高尚 所以该修炼还得修炼 该争取的一切都要争取 三日后 5月3号 成了 方平脸色略显苍白 精神却是极为亢奋 4月份 一个月的孕养 让他将一二品快速提升的一些瑕疵 打磨圆润 5月份 三天时间 方平踏入了三品中断 财富 1750万 气血 500卡 820卡 精神 450赫 499赫 脆骨 151块 90% 55块 30% 气血超过了800卡 胸骨 肋骨 淬炼完成 只剩下26块脊椎骨和29块颅骨被淬炼了 方平活动了一下身体 浑身骨骼都传出爆裂般的脆响 还剩1750万财富值 2000万现金 省着点 加上后续学校的奖励 达到三品高段应该问题不大吧 方平不太确定 他现在发现了 预期是预期 现实是现实 有时候 钱和财富值花的都比他想象的更快 拿起一旁的凤嘴刀挥舞了几下 方平觉得稍微有些不太圆润 这也是快速脆骨留下的后遗症 休息了片刻 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方平看看时间 迈步朝外走去 教学楼 唐峰扫了一眼刚到的方平 微微醋眉 这小子怎么回事 这几天进步飞快 没说什么 唐峰开口道 行程定下来了 这次的考核地点 南疆 方平眼神微动 南疆 这次考核不单纯是一次考核 而是一次大型任务 不仅是我们的 还是京都五大 以及不少五科大学都会参与 这一次是联合性的任务 随着唐峰的叙述 众人渐渐知道了考核内容 南疆 恐怕已经确定 为下一个地窟入口开辟地点 如今 很多邪教舞者聚集在南疆 按照上层的判断 邪教的这些舞者 可能是想在新入口开辟的时候 尝试打开入口 放任地窟生物入侵 新入口开辟 地窟那边也会聚集大批强者 南疆作为新入口开辟处 并无其他入口的优势 缺乏必要的应对经验 缺乏大批经历战争的舞者 其他地区会救援 中央政府也会调兵潜将来守卫新入口 可是 初次开辟 暂时无法确定具体地点 军队如何驻扎 舞者主力该防守哪一地 都是一个问题 入口的开辟 很快 哪怕都在南疆 可如果驻扎的距离过远 运兵也需要一个时间 邪教舞者的目的很简单 趁着这个时间差 尝试打开入口 唐风冷冷道 这些人现在已经彻底疯了 这些年 随着政府实力增长 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小 现在也是垂死挣扎 这次 南疆已经开始有大批邪教高层汇聚 政府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捣乱 一群跳梁小丑 想趁乱浑水摸鱼 痴心妄想 政府不会等到地窟入口真的开辟 才进行清洗 所以 清洗行动 从现在就开始 而我们各五大的任务 这次是负责清洗一个大规模的聚集点 记住 不论老少 格杀勿论 你们个人杀了多少舞者 五大团体杀了多少 都是你们的考核标准 这次 也不是单纯的看个人勇武 排兵步阵 参战时机的选择 都很重要 是否要第一时间参战 也都需要你们自己去考虑 这算是团队作战的考核任务 而不是单纯的看个人勇武 记住了 当然 你要是觉得个人就能横扫据点 那也是你的能力 可你们一群二三品武者 想个人横扫 恐怕找死的几率更大 唐风说了好一会 方平等他说完 开口询问道 这种大规模的聚集点 直接让军队携带热武器作战 岂不是更有效率 唐风摇头道 现在是在练兵 练南疆的兵 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是说 对 未来地窟入口的兵员 很难从各地抽掉 大不了派遣一些中高层领导 而基础兵力 大部分都是新兵 此次 借助这个机会 让新兵适应冷兵器作战模式 包括让你们适应 这些邪教舞者 也是个好的选择 比起地窟生物 邪教舞者 不成体系 战力不强 是最适合的试验对象 人肯定会多死一些 但是 现在多死一些人 未来会少死很多人 方平微微点头 又道 我们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邪教那边不知道 知道 唐风无所谓道 这次是请军入瓮 邪教聚集 我们之前就发现了 故意让各地军队和舞者围剿 让他们不自觉间会合一地 目的就是为了来一次大规模的练兵 虽然是为了练新兵 可现在已经有九位宗师 在南疆封锁战场 以及一支现代化的高科技作战军队 在外围随时待命 对方要不选择舞者交战 要不就选择逃跑 然后被无数炮弹洗地轰炸 你觉得 他们知道了这样的结果 会如何选择 那现在我们面临的 就是一群困兽 可以这么说 所以 你们自己小心 既然是为了练兵 适当的死亡率是允许的 也是必要的 损伤不超过三成 那战场就一直是你们的战场 三成 方平瞳孔萎缩 这个死伤率定得太高了 唐峰冷声道 在邪教这种战力低下的战场中 都打出了三成的死亡率 那到了地窟 你们就是九成九的死亡率 没人再说话了 都准备一下 今晚我们连夜出发 会和其他队伍 方平吐了口气 又要回南疆了 可和上次不同 上次是为了做任务 顺便回家看看 这一次 却是为了参加一场 大规模的舞者战争 地窟入口 居然真要在南疆出现 方平轻叹一声 南疆 这两年恐怕要乱上一阵子了 其他人都纷纷离去 方平他们也各自回去准备 单药 武器 这些东西 该准备好的都要准备好 晚上 方平去了一趟八号别墅 吕凤柔不在 不知道去哪了 方平健壮也没逗留 听说吕凤柔的女儿 就是这个时间点去世的 这些天吕凤柔状态不是太好 现在可能在地窟发现 第207章汇聚南疆 南疆 苍南市 南疆虽然处于平原地带 可不代表南疆没有山脉 苍山便是横贯南疆的大山脉 包括阳城都处于这个山脉覆盖范围内 车辆缓缓进入苍南境内 车上 唐峰平静道 这些人 目前都被围困在苍南境内 背靠苍山 你们需要围剿的那个据点 就位于苍山脚下 原本是一个村落 后来渐渐荒废了 村民们出来打工 在城市定居 剩下几位老人留守 有人蹙眉道 老人们 被杀了 有女生不忍道 老师 不是说有计划的将对方驱使到一地吗 唐峰平静道 计划在周密 也做不到完全按照计划来 原本的计划 并不是将对方驱使到这个村庄 而是半山腰一个完全荒废的村落中 可是人就有意外 计划并不是完全按照我们想的来 出现这样的意外 说句冷血的话 还在大家的承受范围内 众人无言以对 比起邪教那么多舞者被围困在此 死去几位老人 好像很值得 可作为被牺牲的这些人 他们会觉得值得吗 唐峰转移了话题 很快继续道 村落位于山脚 我们在大山深处和其他出入口都布下了防线 但是附近没有 也就意味着 对方可以随时上山逃窜 山上地形较为复杂 到最后 你们可能会出现丛林追击站 自己都小心点 地形复杂 环境复杂 也就意味着危险更大 方平开口道 村子里有多少人 都是舞者 不 有普通人 但是 此刻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舞者 都是格杀勿论 唐峰语气森然道 记住 不要活口 全部杀了 人员方面 大概在三百人左右 其中普通人有多少 暂时没有答案 三百人 众人有些意外 于向华出声道 老师 那我们五大方面 总共多少人 摩五九七人 经五八十人 南疆三所五大 共计四十人 其他各地五大 来的主要是南三行的五大 南湖和南泽 大概在六十人左右 那就是接近三百人了 于向华想了想道 我们人数和他们相当 最弱都是二品舞者 他们还有普通人 这样的历练 真的会有那么艰难 唐峰确实轻哼道 别小看任何人 要不然 你们会死得很快 何况 这些人当中 三品舞者 未必会少 具体的 需要你们自己探测 方平插画道 有中三品舞者吗 不知道 方平舞语 这算什么话 不知道 这么说 可能会有了 一群二品舞者 各个别的三品舞者 各别的三品舞者 对上了中三品舞者 可是极其危险的 除非拿命去填 在众人 在众人谈话中 夜色越来越黑 凌晨一点中 车辆在苍南郊区 一处临时军事基地 停了下来 魔舞的车辆刚到 很快 又有几辆车 在门口停了下来 方平众人下了车 借着门口的灯光 朝那边看了看 结果还真看到了 几个熟人 隔着一段距离 方文翔恨恨地 瞪着方平 方平健壮 伸手搓了搓手指 开口道 还钱 方文翔脸色漆黑 却是不再看他 方平撇撇嘴 这家伙欠自己的一颗药 自己可是记着的 当时吞的是 一品气血丹 自己现在三品了 水涨船高 最少也是三品的丹药了 除了方文翔 另外韩旭 李然 张震光 这些之前参加交流赛的学生 大部分都在 距离交流赛过去快四个月了 当初都是一品巅峰的舞者 现在也几乎都踏入了二品 甚至不是出路的那种 除了精武和魔武刚到 其他几地的五大学生之前就到了 方平他们陆陆续续 进入基地的时候 有其他五大的学生也被吵醒 此刻一些人走出了营房 结果方平收到了很多白眼 南武的人看到他都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 输不起啊 看啥看 方平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看个屁看 自己比武打赢了 难道这也犯法 没人输不起 他一开口 南武就有人接话 愤怒道 我们南武的学生 不是没输过 可你方平 欺人太甚 如我南武学子 方平武语 傅昌顶偷笑道 让你装 打就打好了 非要嘴炮 之前在南武 方平差点把蓝采叶 气吐血 另一位舞者 则是干脆没让人通明 这才是南武学生 看到他愤愤不平的一个原因 当然 也和最近南武的日子 不好过有关 这些二品舞者 最近都被折腾得 愈生愈死 方平也懒得回话 直接不再看他们 很快 众人便跟着导师们和军官们 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 大帐篷中 帐篷内 唐峰几人和基地的军官 小声议论了片刻 很快 有人开口道 别耽误时间 让其他五大的学生起床 集合 随着话音落下 也不用人一一去通知 有强者直接吼道 全体集合 方平这些人都被吓了一跳 忍不住掏了掏耳朵 方平小声笑道 这话该让唐老师来喊 施吼功吗 必备技能 陈芸汐忽然从后面 推了方平一下 方平有些诧异 抬头看了看 就见唐峰正在看着自己 方平无语 这么多人都在说话 这你也能听到 唐峰也没管他 大家都在等待 很快 陆陆续续有学生迈步走了进来 眼看着帐篷都塞满了 不知道是谁 直接把帐篷给拆了 大声道 一群舞者开个会 要什么帐篷 露天开就行 等帐篷拆了 地方倒是宽敞了许多 很快 之前和唐峰谈话的一位军官站了出来 朗声道 感谢诸位能来我南疆 为我南疆排忧解难 这次的任务 我想各位也都知道了 你们的任务目标 是距离此地15公里外的磐石村 如何清缴 我们不做安排 按照你们五大的意思 是你们自己做安排 是集体行动 还是单独行动 你们说了算 我们对你们的要求 只有三点 第一 不得对战友动手 一旦被发现 轻则发配地窟 重则当场击毙 第二 此地已经被化为战区 现在大家进入此地 只能前进 不得后退 我们会在四方布置防线 不得越界 第三 战利品施行集中处理 交战的时候 不允许私自收缴战利品 等待战后集中处理 按劳分配 放心 战利品都是你们的 能分多少 也看你们自己的表现 不要出现为了几颗丹药 自己人给自己人捅刀子的行为 一旦发现 严肃处理 军方对众人的要求不多 连必要的纪律要求都没 至于战利品的问题 也是防止敌人还没杀完 自己人打了起来 那就真是乌合之重了 说吧 唐峰也开口道 此次导师们不参战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你们的任务 现在已经告诉你们了 接下来 这处临时基地 交给你们 所有的一切 都需要你们自己去做抉择 都是二三品的舞者 不再是新人 也不再是舞蹈界的菜鸟舞者 大家都是各校的精英 要是连一群人数相当的邪教舞者 都无法倾脚 弹劾下地窟 对抗地窟生物 唐峰说的干脆 做的也干脆 说完便看向其他导师道 诸位 我们可以离开了 导师们都干脆 军人们也爽力 哗啦啦的一下子 人没了 几分钟后 只剩下一群学生 你看我 我看你 显然 众人也没料到 这次居然全看他们自己 过了片刻 有人开口道 大家商量商量 该怎么打 怎么围剿 对方人数不多 一起上好了 愚蠢 要我说 各打各的 舞者又不是军人 咱们也没经历过大的团队作战 强行柔合在一起 反而添乱 不一起行动 那不是乱了套 众人议论纷纷 很快 有人大声道 诸位 咱们第一件事 别考虑别的 先认人 别自己人 都不认识自己人 最后找错了对象 也容易让人浑水摸鱼 都是舞者 咱们三百人不到 大家一人简单介绍一下姓名 也免得求援的时候 光会喊 为了 众人顿时失笑 这倒是真的 很快 这人便自我介绍到 我叫于晨 京都五大的二品巅峰舞者 周健 京武 二品巅峰 王丹 京武 二品巅峰 韩旭 京武 二品巅峰 京武那边 二品巅峰舞者不少 三品的都有五个 不过都进入三品不久 大部分处于初段 韩旭也进了二品巅峰 这速度也极为惊人 说明四个月不到 这家伙脆骨六十块以上 严格说起来才一百一十天不到 平均两天不到的时间 脆骨一块 京武来了八十人 三品的五个 二品巅峰的十二个 剩下的都是二品中段以上的舞者 魔舞这边 九十七人 三品的四个 二品巅峰的十四人 剩下的人当中 大一的有几人没进入二品中段 魔舞四个三品 除了方平之外 于向华 陈鹏飞 以及另一位大三的学生 都突破到了三品境 张子薇还停留在二品巅峰 没有突破 而南江五大这边 三品的只有一人 是方平的熟人 顾雄 其他各校 三品舞者总共五人 剩下的皆为二品 十五位三品舞者 两百七十四位二品舞者 总共两百八十九人 这也是南三省和京武 魔舞这些舞大 在二品境的精英学员 至于三品的这些 也大多都是刚突破不久 除了京武有一位三品中段舞者 另外就是方平 不过方平没吭声 京武的那位三品中段舞者 叫赵阳 等人介绍完了 赵阳看向魔舞这边 开口道 大家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这次是对我们的一次考核 不是单纯的看舞力 也不是看杀人多少 学校 学校想要看到的 也不只是这些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一举一动 大概都在五大的视线中 想要表现得好 那就要体现出我们的价值 于向华接话道 说说你的意思 我的意见很简单 我们现在有15位三品舞者 50位左右的二品巅峰舞者 我们这60多人组建突击队 正面杀入磐石村 其他人则是在外围包围 防止邪教舞者逃窜 于向华皱眉道 那对方要是从后方入山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引对方 和我们缠斗 然后一举拿下对方 不应该一开始暴露全部实力 方平打了个哈欠 有些无语道 我说你们几位 就真的以为我们赢定了 开玩笑呢 五大组织这么多学生来历练 就是让我们一扫而空的 我要是没猜错 磐石村时有八九 有四品舞者 三品静的 恐怕也有高段和巅峰舞者 你们倒好 怎么想的 舞者这边 一个强者 能顶得上100个弱者 不想着先针对磐石村的强者 光想着赢了 就不怕最后全都玩完了 众人微微挑眉 照扬沉声道 那你的意思是 三品舞者 不用约束 遇到了对方的三品 捉对厮杀 要是出现了四品舞者 我 于向华 陈鹏飞 某五三位三品出战 你们也凑几个出来 说实话 对上四品 三个可不够 凑个七八个人 围攻 我直觉很敏锐的 我敢确定 很大的可能会出现四品舞者 当然 如果不是 那代表三品高段和巅峰舞者 最少在三人以上 真要如此 魔舞负责一人 精舞负责一人 其他五大联手对付一人 到时候 其他的三品舞者 对付邪教的三品中低段 二品排行榜上的巅峰舞者 如果对方有三品多余 你们上 我想你们对付这些人 问题也不大 另外 二品中低段的舞者 我建议留在外围 充当第二梯队 还有 哪怕是我们 也都需要补充气血 最好也分成两队 不能一拥而上 要是气血都好空了 对方忽然冒出一支生力军 那就等死吧 最少要预留三分之一的可战舞者 防止出现意外 最后的最后 我想问一句 对方有热武器吗 众人陷入了沉思 半赏 有人道 应该不会有 当然 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过就算有 也极少 对我们威胁有限 现在是有限 一旦我们气血消耗大半 人都疲了 反应速度下降 一支枪兵 能把我们都给秃秃了 多留心吧 总之 大家最好都给自己留一点手 别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不是切磋 不是擂台赛 你认输就完了 打邪教舞者 不能不尽力 但是人这么多 也不能尽全力 男舞的顾雄开口道 分三对吧 一对留守外围 另外两对交替作战 三品作为机动力量 方平笑道 正和我意 外围这边 我看以女性为主 张子薇 负责这对吧 张子薇瞪着她 方平淡淡道 为你们好 女人吗 在外围挺好的 你实力也强 也算一个底牌 谁知道 会不会有外面的 邪教舞者 从后方突入 张子薇皱眉 确实没在说话 主攻的两队 谁负责指挥 你们自己定 我们三品舞者 负责救援 和缠斗对方的 三品舞者就行 最后的最后 我建议组建一支 人少一点的侦察队 进村探查一下 庄公占空镜的舞者 跑得也快 大家觉得如何 众人互相看了看 有人点头道 侦察一下也好 可进村比较危险 方平笑了笑道 我提议的 那算我一个吧 傅昌顶几人 面面相去 这家伙转性了 方平也不在意 继续道 当然 现在邪教舞者 知道我们在瓮中捉鳖 对方要是不傻到家 那肯定防守森严 我的想法是 进村探查的 接下来的战利品分配 多分一些 对这个 众人倒是没太大意见 邪教舞者 也不是蠢到家了 现在都是惊弓之鸟 稍有风吹草动 肯定会有大动静 进村的确比较危险 接下来 又有几人主动提出 进村探测 算是确定了计划 而时间 众人定在了明晚行动 各自散去的时候 傅昌顶小声道 你居然主动要求 进村探查 不像你的为人了 有好处的是 干嘛不做 还是不敢置信 方平好笑道 有什么不敢置信的 其实我觉得 进村未必有多危险 可要是对敌人的情况 一点不了解 这才是真的危险 稍微搅动一下 邪教的强者多少 也都冒出来了 又不是非要死战到底 看情况不妙就跑 起码心里有个数 我可不想死的不明不白 忽然冒出三四个中品舞者 傅昌顶点点头 接着又不奋道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入主攻队 等你进了二品高段再说 丢人不丢人 含蓄居然都二品巅峰了 我快了 再过几天 二品高段舞者 我也快了 再过几天 三品高段 方平堵了他一句 傅昌顶满脸善善 你以为我信你 第208章夜席 愚蠢 乌合之众 我现在怀疑 每年为五大拨款千亿之巨 到底值不值得 就在方平他们商量好了方案 各自休息备战的同时 距离他们五公里外 一处临时营地中 有人怒斥出声 唐峰众人皆在 此刻都没出声 不过等之前发话这人 说出最后一句 唐峰淡淡道 你指望一群菜鸟如何 强者都是从弱者蜕变而来 经验都是在成长中增长 拨给五大千亿 培养了多少强者 在地窟牺牲了多少人 你们不清楚吗 军部怎么了 军部和我五大比 难道就高人一等 可笑 你军部多少强者 多少指挥官都出自我五大 唐峰冷笑一声 淡淡道 没人否认军部的功劳 多少普通战士 慷慨赴死 我唐峰也敬佩 可我五大学子 就成了你口中的废物 之前怒斥出声的军官 恼火道 不该骂吗 你们怎么叫学生的 三百人的营地 十五公里外 就是邪教据点 结果呢 他们以为是 在打逃跑的犯罪武者 对方就坐在那 等他们攻打 偌大的营地 居然没人想到 要派人职业 一旦这时候 邪教武者突袭 你说 这些人要死多少 唐峰有些善善 旁边鲸舞的带队舞者 微微蹙眉道 这点的确是他们疏忽了 可以前大家做的都是单人任务 最多也就是小型的团队任务 这种围剿大型据点的任务 他们根本没经历过 可以说 完全是新人 大家来自各个五大 没考虑到这点 的确是严重的失误 可刘将军最后那句话 否认了我五大学子的付出 这话刘将军 还是收回去为好 我五大宗师强者数十位 谁不在地窟立下汉马功劳 哪怕李总司令 也不会否认我五大的功劳 现在就被刘将军 一句话否决了 被称为刘将军的男子 轻哼道 我 我承认我刚刚说的 有些偏颇了 可眼前这群 你们视为精锐的学生 就是这么精锐的 兵贵神速 如今的邪教舞者 都是困兽 他们会坐以待毙 要不是忌惮军部 和外围的强者围困 早就冲杀出来了 而且都已经告知学生们 后山的路没有封闭 这些学生们 难道就没想过 明天去了磐石村 留给他们的士空村 邪教舞者进入丛林 和他们打游击站 此刻居然回营房休息 而不是趁着我们刚撤离 迅速包围磐石村 众人都没说话 武大的一些导师 也有些尴尬 刘将军继续道 我觉得 有必要给这些学生 一点教训 陈提督 道 去 去磐石村 引几位武者过来 突袭学生营地 这 旁边的军装壮汉 有些为难 唐峰轻吐一口气 点点头道 三品武者引诱几人过去 不超过五人 其他人就地拦截 是 武大的人也同意了 陈提督也不废话 迅速带着几位军部武者 往磐石村而去 刘将军健壮平静道 你们觉得 这群菜鸟 这次要死几人 唐峰皱眉 京武的导师也皱眉道 能不死人 那是最好的 真要死了 也是牺牲在战场上 军部要是都是你这态度 你们的新兵早就全部阵亡了 刘世平 你鹰派的作风 给我们收敛一下 别以为你在军部有人支持 就真肆无忌惮了 我五大学生 历来精英辈出 你少拿我五大当立威对象 三百宗师 一半出自我五大 你想死没人拦着 直接去递哭 别在这跟一群新人耍威风 刘世平微怒道 我是拿人立威吗 我是针对谁吗 可我看不惯你们的行事手段 宗师在这 我也这么说 如今局势危急 当以战养战 哪有时间给你们一点点浪费 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丢进地窟 活着出来的才是精英 才是我刘世平认可的精锐 哼 你个莽夫 懂什么 我莽夫 我莽夫 也知道 现在局势危急 你五大的导师 也战死许多 为何对这些学生如此宽带 唐峰不耐烦道 你管好你这摊事就够了 学生们如何教导 我五大自有分寸 鼠目寸光 进入五大的学生 都有宗师之资 前期急功近利 死伤惨重 难道从你军部 给我们提供这么多宗师苗子 说句不客气的 你培养了一只铁靴战兵 比得上多一位宗师更有效果 宗师可不是靠人命堆上去的 说你没脑子 你练兵练得还不错 说你有脑子 你脑子都是水吗 扑吃 人群中不少人都笑了出来 刘世平气得半死 接着冷哼道 好 我倒想看看 这批学生当中 能出几个宗师 不 哪怕出一个 那今日之事 算我刘世平 鼠目寸光 唐风皱眉道 活到那时候再说 人都死了 谁在乎你鼠目寸光 不鼠目寸光 众人忽然都安静了下来 刘世平也安静了下来 许久 轻叹道 你也知道 人都快死了 那你就一点不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学生们还年轻 一步步让他们成长 而不是拔苗助长 恨不得明日就是宗师强者 军部就是你这种人太多 你自己看看 军部现在的宗师有多少 每年财政拨款 军部最多 十倍于五大都不止 结果你们只知道 拿人命来填 军部战士牺牲那么多 你们也要承担责任 多出一个宗师强者 能少死多少人 这话你和李司令去说 唐峰哼了一声 你也知道 拿李司令压我 也不想想 我五大多少宗师 胆子肥了 敢质疑五大的教育问题 唐峰他们的讨论争辩 方平众人自然不清楚 没安排职业者 这也是一种惯性导致的 以前大家做任务 罪犯都在逃跑中 还真没人想过 会被反习 哪怕此刻 大家都知道 十五公里外 就有数百邪教舞者 可在大家惯性思维中 这些人都是等着 他们上门去砍杀 还真没人考虑 对方会不会主动袭杀他们 带着这种习惯 众人各自回帐篷 养精虚锐 等待明天的行动 凌晨四点 营地中 学生们大多都已经熟睡 舞者也是人 也需要休息 这个时间点 大部分人都睡着了 就在方平也进入睡眠中 忽然身体一颤 方平迅速爬起 拿起放在一旁的长刀 冷喝道 谁 虚 黑暗中 一道人影闪现 低声道 我 靠 方平暗骂一声 这时候帐篷中 其他几人也都醒了 赵磊皱眉道 顾雄 是我 顾雄从黑暗中走出 见方平还拿刀对着他 也不介意 开口道 通知你一声 可能有舞者席营 不困的话 陪我一起守夜 席营 方平愣了一下 顾雄低声道 不错 其实之前大家没提 我就想说这事 不过当时大家都急着散会 我就没提了 席营的概率很大 就算邪教舞者没想到 咱们的老师们也会给咱们掌点教训 在军部 在地窟 舞者都得睁着眼睡觉 咱们太松懈了 你实力不弱 也出自南疆 咱们去守守夜 哪怕没遇到习赢 在岛市那边也会多一些评分 社长说了 关键时刻 可以拉你一起 你们社长 对 王哥是坑我还是看得起我 方平吐槽了一句 想了想起身道 行 你说的有点道理 咱们出去转转 我们也去 方平看了一眼 傅昌顶几人 点点头道 一起 真要遇到了麻烦 你们迅速过来喊人 几人一道出了营地 到了营地门口 找了个黑暗的地方 方平坐了下来 询问道 你去过地窟 顾雄没有坐下来 四处张望了一下 回应道 去过一次 什么感觉 惨烈 嗯 我去的那次 刚好是两军交战 真正的冷兵器大军作战 死伤惨重 东林总督提枪亲自上了前线 你恐怕想不到 看起来那么斯文的大叔 在战场上 活活将对方的几员大将撕裂了 声嘶 那时候我才明白 我们和地窟的仇恨 早已成了不死不休 在地面 东林总督可以爱民如子 可在地窟 他宁愿地窟人类 当他是恶魔 是刽子手 顾雄说起来很平静 又道 后来我也加入了战争 我杀了很多人 包括普通的地窟人类 地窟的军人 方平 这是种族之间的战争 不死不休的那种 在地窟 最不需要的就是仁慈 方平撇嘴道 我知道 你不知道 顾雄摇头道 人类和地窟的战争 有时候会让人迷惘的 比如人类也会涂入地窟人类的村落 斩杀那些还在强保的婴孩 你能想象你会这样做吗 方平沉默了下来 半赏才道 走一步看一步 真到了需要的时候 我方平也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希望如此 顾雄说着 又道 所以面对邪教舞者 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是和地窟一样的 斩尽杀绝 明日 可能会遇到一些普通人 甚至是老弱富儒 可到了这时候 还和邪教舞者在一起 不肯离去的 都是他们的死忠 邪教舞者 对待那些半信徒 不会一直带着逃跑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邪教舞者这次被南疆军部 和树尾宗师逼迫着逃到了这里 真要不是狂信徒 早就被他们丢下了 狂信徒不同 所以会被留下 此刻 混迹在邪教舞者那边的 都是被洗脑多年的 狂信徒 两人对话的功夫 其他人也都在倾听 过了片刻 顾雄忽然道 好像有声音 方平也听到了一点动静 眉头顿时骤起 等声音尽了 方平忽然低声道 还真被你猜中了 前面那几个家伙 军部的还是五大的 军部的 真够凶残的 这是逼着我们长点记性啊 方平瞬间就猜到了军部的用意 你们不是不守夜吗 那好 这次被人袭赢了 下次长记性了吧 至于死伤 不会太多 数百武者在这 都是二三品武者 只要发现了 很快就能反应过来 迅速反击 可不管如何 一时不察 被人摸进了营房 来几个暗杀的高手 死伤肯定也不会太小 这些鹰犬 把咱们当试炼使呢 营地前方 几个舞者慢慢地坠着 小声说着话 看出来了 不过是以至此 跑不出包围圈 杀一个赚一个 他们不是拿咱们当试炼使吗 满足他们 不知道营地里是五大的那些鹰犬 还是和我们一样 被欺骗的社会舞者 不管是谁 杀 进去就杀 逢人就杀 几人小声商量着 至于死亡 早在被围困在此 一直没有救援 他们就知道 死亡才是他们唯一的归宿 不过几人都坚信 哪怕死亡也有价值 为世界融合做贡献 等到世界融合的那一天 教宗必然会完成大一统 那时候 也许他们也能再度复活 地窟人类可以复活 掌握了世界的教宗 自然也能做到 死亡 并不可怕 就在几人商量的功夫 前方的军部舞者都消失不见了 几个邪教舞者也不意外 这些人大概都在外面等着看结果呢 领头的舞者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低声道 能杀多少杀多少 我等迟早会回归真实世界 身后三人重重点头 复活 这是他们都坚信的 下一刻 四人飞速前进 靠近营地 就在几人距离营地不到十米的时候 最后一人 忽然感觉头皮发麻 头顶上方传来一阵凄厉的风声 有人 扑 半空中的方瓶 一刀披落 将对方斩成两半 占空镜 那可是真能占空的 宗师 不 占空镜舞者 前方三人也听到了声音 迅速拉开距离 凝神盯着落地的方瓶 四个三品 这点实力可不够看 不 现在就三个了 方瓶黑黑笑了一声 清贺道 领头的给我 剩下的你们分 话音一落 方瓶飞速奔袭领头那人 邪教三人想围攻方瓶 下一秒 黑暗中的顾雄出现 挡住了一人 傅昌顶 赵磊 唐松亭 几个男生 也迅速出现 围住一人 杀 邪教三人低吼一声 个个都不畏生死 开始和方瓶众人 缠斗到一起 方瓶一刀披落 对方也同样一刀横扫而来 碰撞声传遍营地 里面已经能听到 学生们的呼吓声 三品中断 方瓶眼神 稍显凝重 这还是进入三品后 第一个遇到的同阶舞者 不过气血比自己低不少 当 金属碰撞声不断响起 夜色下 火花四射 照亮了彼此的面孔 有拿手的战绩 施展出来看看 方瓶刺激了对方一句 结果刚刺激完 对方忽然一锤胸口 浑身气血 翻滚得厉害 下一刻 对方手中的大刀闪电般向方瓶劈砍而来 方瓶欲要后退 可很快就面色凝重 爆吼一声 挥刀劈砍而去 当 巨大的响声在此传出 方瓶手臂一颤 胸口发闷 忍不住吐了点血 草 还真要拿手的 方瓶大骂一声 也不再含糊 长刀在半空中留下一道道残影 脚步也踏空一步 人体拔高了一大截 从上而下不断劈砍 占空境的方瓶 占据了地力 一刀刀劈砍下去 对方无法避开 只得防守 当当声不绝于耳 邪教领头那人 都已经遗忘了方瓶到底砍了多少刀 最后一刹那 咔嚓声轻微响起 接着领头舞者就眼前一黑 余光只看到一抹血红色的刀芒 八百卡 八十万 最后的意识 则是听到了这句话 不太明白的话 方瓶收刀 吐了口气 不懂没关系 这次消耗了自己八百卡气血 八十万的财富值 这些人可不是围剿才杀的 战利品算自己的吧 第209章历练的目的 方瓶迅速斩杀了对方 顾雄也不比他慢多少 方瓶这边刚喘口气 顾雄一拳将对方击飞倒地 不知生死 而赵雷几人那边 则是有些麻烦 刚入二品不久的李赵旭和金磊 此刻已经受伤 被迫退出了战斗 眼看着方瓶他们解决了战斗 赵雷心中一急 低吼一声 腿部瞬间膨胀 砰的一声和对方的腿撞击到了一起 傻缺 方瓶骂了一声 接着在几人不愤中 方瓶踏地而起 从天而落 砰砰砰一阵刀劈声 很快 对方步了前三人的后尘 方瓶 赵雷一脸的郁闷 我都要砍死他了 你来抢人头 方瓶瞥了他一眼 美好气道 脑子进水了吧 腿断了没 明天还能上场吗 赵雷语气一致 刚刚和三品舞者肉搏 吃亏的是他 很明显的是 虽然他是二次脆骨的舞者 可毕竟才二品中段 高段还差一点 气血差距很大 三个三品出段 一个中段 方瓶说着 见门口已经有学生奔来 迅速道 收缴战利品 这应该算我们个人的 其他人还没动手 方瓶已经迅速行动 很快 从死亡的两位舞者身上 摸到了一些东西 塞进了兜里 然后又捡起兵器 抱在了手上 营地前 很快 学生们都到齐了 灯光也照射得通明 看着面前的几具尸体 众人都沉默了下来 就在这时 有军部舞者忽然出现 大声道 转达各五大通告 此次考核 基础分值100分 战术指导学院学生 全部扣除10分 其他学院扣除5分 斩杀一品舞者 统一奖励5分 二品舞者 初 中 高 巅峰四段 分别奖励1015 20 25分 三品舞者 三品初段30分 中段50分 高段500分 巅峰1000分 众人有些傻眼 扣分的不提 战术指导学院的 被扣了10分 这些人得认 方平他们这些兵器学院的 也得认 关键不在这个 而是斩敌奖励 三品高段的 和其他品级的 差距太大了 一个500分 直接相当于 砍杀100个一品舞者了 邪教那边 有100个一品舞者吗 军部那人 宣布完消息 直接趁着夜色 消失在众人面前 学生这边 不少人一脸郁闷 扣分了 扣了10分 现在只剩下90分 而邪教那边 人数也就300左右 一个人平均分一个 普通人没奖励 一品的5分 这要是一战打下来 到最后 可能连基础分都没满 虽然不知道 考核分有什么用 可大家也不是第一次了 知道肯定和奖励挂钩 我现在是175分了 方平倒是挺高兴的 忽然想起了什么 骂骂咧咧道 我守夜了 不奖励我就算了 还扣我分 一旁的顾雄 懒得说什么 你守夜了 要不是我喊你 你还在呼呼大睡呢 方平骂了一句 看向小声议论的众人道 这次我可是救了大家一命 四个三品舞者 还有个三品中断的 有杀手锏 遇到方文祥 一刀就能砍死 诸位 救了你们一命 就没人给我点谢礼 方文祥脸色发黑 方平也不在意 我说的实话 你还不信 方文祥也才二品中断 还没踏入高段 遇到比他高 整整一品的舞者 这不是会点战技 有点战法就能拉平的 越即而战 战三品出段 也就到了极限 没看赵雷几人 对上一个三品出段 也打了半天 方平厚着脸皮要谢礼 大家也不理会 却是没人提战利品的事 人家突袭 方平他们提前斩杀了对方 提这是没意义 他们不提 方平也不说什么 乐滋滋地往回走 刚准备离开 顾雄又拉着他道 天快亮了 再手一会吧 防止二次突袭 不会了吧 会的 在地窟 这种事很常见 好吧 方平无奈 只好又转身出了营地 他这边刚出来 营地外围忽然有人大声道 通报 一错再错 战术指导学院学员 再扣二十分 其他人扣十分 大叔 我呢 方平急忙喊了一句 又朝四周看了看 没发现摄像头 却依旧大声道 我不该扣吧 我两次都在首页 扣他们是他们活该 扣我也太冤枉了 军部舞者看了一眼方平 好像是在和谁通话 侧耳倾听的一会 点头道 你们几人 可以免除惩罚 丢下这话 大汉再次消失在众人面前 方平喜滋滋道 这么说 前面五分也免了 他们可真惨 战术指导学院的 现在就七十分了 他这边说着 营地几百号人 全部跑了出来 个个都在门口站着 众人中 有人无奈道 我们不是队伍的指挥官啊 这是不得指挥官担责吗 说是这么说 可没人搭理 所谓的三支队伍的指挥 也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 现在自然得他们跟着一起背锅 方平 你太不讲义气了 杨小曼有些无奈 走过来哀怨道 我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就扣十五分了 还被你们安排在了外围 我等着八十五分结束考核吧 方平正色道 你高估你自己了 什么 你觉得你八十五分结束考核 我猜你六十分结束 滚 杨小曼气得够呛 本来就郁闷 现在更郁闷了 方平朝四处看了看 笑眯眯道 我猜测 营地四周有监控 包括磐石村那边也有 咱们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在导师们眼中看着 瞧着吧 为了敲打我们 这次不满基础分的肯定不少 没满基础分 回笑了 恐怕有惩罚 那这么说 最少也要杀几个邪教舞者 才能回本了 杨小曼几人对师一眼 这不杀人 那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考核过不了了 营地的学生们学乖了 个个熬到天亮 然后众人商量了一下 开始分配任务 做饭的做饭 看门的看门 连带着通往磐石村的道路方向 也组建了巡逻队 方平倒是没分配到任务 结果郁闷的 还不如分配一下任务 大家实在是高估这些女舞者了 坎人也许可以 做饭是真的不行 中饭 大家几乎没人吃 个个都在嗑药 哪怕吃血气丸 也比吃这丸一好 等吃完了饭 众人再次聚了聚 其实我们太想当然了 晚上突袭的作用 恐怕不大 对方早知道我们来了 咱们不能再把他们 当笼子瞎子对待 我建议下午就动身 一起去磐石村看看情况 进宫还是不进宫 看看再说 在这耽误时间没太大效果 这是顾雄提出的建议 众人考虑了一下 不得不承认 大家都太乐观了 在这等着 等到天黑去探测情况 然后等情况确定了 大家再确定如何进攻 想得倒是挺好 可对方几百人 又不是傻子 哪能真的一直等着 他们主动进攻 方平文言道 我赞同 昨天咱们都想岔了 这可不是一群逃跑的 单人舞者 这是一群 明知必死的邪教舞者 我们在耽误时间 还不知道对方 要闹出点什么幺蛾子出来 嗯 那就动身 等到出发的时候 众人又发现了问题 没车 没东西带步 这意味着 他们得步行前往 15公里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走路 哪怕舞者 也得花费一两个小时了 走吧 附近肯定是没车的 不用问 顾雄都没抱任何希望 他看出来了 这其实也是在模拟地窟作战环境 在地窟 步行是最常见的 临时营地 唐峰吐了口气道 集体扣十分 不通知了 导师们有人点头 有人不太赞同 没什么不赞同的 前往磐石村 途中有好几个伏击点 就没人说去探路 真要在底窟 还不知道到哪收拾去 平时的课程 不是没提过 尤其是战术指导学院那边 这是主要课程 现在看来 课本上的知识 都回归课本了 经武的导师开口道 其实主要原因 还是小觑了对方 觉得邪教舞者不过如此 包括晚上斩杀了 前来突袭的四位三品舞者 更是给大家造成了这样的想法 邪教舞者要不逃跑 要不严阵以待 等待他们到来 接近三百的五大学生 一起行动 在他们想来 未必不知道要探路 可能觉得没这个必要 唐风轻轻敲了敲桌子 想了想到 这次算是一个教训 下次 我想不会再犯这种错了 大家回去 都加重一些惩罚 基础分没能达到的 说明实力也不够 实力不够 还没其他特长 压他们一段时间 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可实力足够 斩杀一些强敌 也足够让自己完成基础分了 实力足够 也是生存的必备技能 可实力不够 为人也不够小心谨慎 这种人死得最快 恩 导师们达成了一致 方平他们已经快到磐石村了 因为被划为了战区 附近的村庄 此刻人员都被疏散了 一路走来 居然都没遇到一个活人 这次付出的代价不小啊 方平感慨一声 南疆为了练兵 的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光是这么多人员的撤离 就不是一般的艰难 而且南疆地处内陆 临时对外通告进行军演 也饱受诟病 你们猜 其他邪教的人在哪 方平问了一句 这次可不是只有他们这些五大的学生参与 军部也在练兵 据点并不是只有磐石村一个 于向华考虑片刻道 应该都在这一片 南疆不会划出太多的军演地区 这样一来 麻烦就大多了 我们现在在苍南以北的农村一带 不出意外 邪教舞者 都被驱赶到了这一带 我们沿着别的路走 也许就能到达其他人的围剿据点 方平眼神微动道 你们说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再去协助其他人围剿据点 会不会好处更大 众人微微皱眉 方平笑道 等我们这边完成了再说 三品舞者闲着没事 可以参与一下 多拿点战利品也是好的 走了大半天 前方村落已经在望 方平他们刚到 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就在方平他们距离磐石村不到500米的时候 忽然前方一堆巨石从天而降 众人哪见过这场面 都有些惊呆了 下一刻有人抱吼道 后退 众人纷纷后退 顾雄大吼道 三品舞者掩护撤退 方平几人一开始也愣住了 此刻听到顾雄的话 方平踏地而起 一刀劈向飞入人群的巨石 哼的一声 巨石碎裂 去世被阻 其他三品舞者 或用兵器 或用拳脚 纷纷挺身阻击 其他人 则是纷纷后退 很快 离开了攻击范围 方平几人 也急忙后撤 虽然刀劈巨石很威风 可气血消耗的厉害 众人也不敢肆意消耗 这边刚后撤 人群中 忽然有人闷哼一声 接着有人怒吼道 地下有人 草 都散开 杀了他们 方平怒吼一声 一步踏出 一刀将刚钻出地面的一位舞者斩杀 都动手 场面有些混乱 舞者们纷纷进行反击 五分钟后 场面安静了下来 有人低沉道 死了三个 邪教舞者早有算计 在附近挖了不少坑洞 藏了将近二十人 刚刚先是巨石袭击 众人慌乱中 一时不查 虽然人数是对方的十倍以上 最终还是死了三人 草 方平有些憋屈的厉害 大家实力都不弱 正面对坎 邪教的舞者 全部上来 都未必能给众人造成死伤 可如今 刚到这地方 就死了三个 伤了好几个 呜呜 人群中 有女舞者低声哽咽 死的这几人 也有朋友同学 魔舞的人没死 倒是伤了几个 死的三个 都是其他五大的学生 顾雄叹息一声 低沉道 这就是战争 地窟比这还要危险得多 够了 方平打断道 说来说去 还是实力不够强 我们要是宗师 任由他偷袭又能如何 说吧 方平咬牙道 这些人还会造投石机 精武的含蓄走了过来 摇看磐石村 沉声道 舞者 未必需要造的多精致 以舞者的实力 提前准备好 简单做一些投射装置 靠自身力量 都能做到投石机的效果 说着 含蓄道 现在这情况 大家都有些沮丧 担心再有陷阱 你想说什么 直说 精武这边的意思是 不再以大团队作战 其实这不符合舞者的风格 我们不是军部舞者 而是自由舞者 一味的学习军部的大团队作战 并不是好事 分队 小队 个人团队 另外 强者组建一支队伍 正面突击磐石村 我们可以抵抗巨石 为后面的人开路 一起冲杀进去 他们实力不如我们 我们要当的是尖刀 而不是战场上的士兵 含蓄说着 又道 急如火 快如风 这才是武者 正面突击 杀得过就砍杀一阵 杀不过迅速撤离 他们才是瓮中之鳖 我们不是 我们这群人 刚接触这种 面对多人的战斗 要形成自己的战斗风格 而不是照搬别人 方平沉吟道 这就打乱了 前妻所有的布置 前妻只是一群菜鸟 纸上谈兵 现在 死了三个人了 我们连对方的老巢 都没进入 白白死了三人 含蓄又道 魔舞这边 你能做主吗 方平再次沉吟片刻 等看到金磊 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忽然道 好 我们这边 三品舞者出三人 二品巅峰出七人 组建十人团队 待会一起正面突击进去 现在大家气血充足 哪怕遇到强敌 也有一战之力 要不然 被这么耗下去 到后期反而没了 现在的战斗力 金武也一样 凑够三十人的队伍 分成三支 我金武突击村子正门 你们从两翼进攻 一起杀进去 其他人 三面包抄 就算把对方逼上山 也要把士气提起来 方平点点头 没再说话 走向于向华几人 开始商量新的战术 之前的计划 都是制定在对方傻乎乎的 等着他们进攻的情况下 制定的 现在显然不太靠谱 这也是方平第一次真正接触 大规模的武者战斗 也许几百人的战斗 对地窟而言 不算什么大规模 可对方平而言 这里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此刻的他 有些明白考核的目的了 这也是让大家学会 属于自己的战斗风格 而不是一直照搬前人 至于几位学生的死亡 方平不知道值不值得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 只有切身体验到死亡 才能记忆深刻 平时说的再多 大家也未必能当回事 其实说到底 还是弱肉强食 弱者被淘汰 强者生存 能适应的人生存 方平心中默念 那我宁愿一直当这个强者 而不是弱者 不明不白地 死在一次试炼中 这比死在地窟还不值得 强者 哪怕在地窟 也具备话语权 强如李镇司令这种人 在地窟也能横行 方平深吸一口气 很快 魔武的其他九人都到齐了 待会 我们从右侧攻入 杀一个算一个 杀不了 等待讯号 一起撤离 不要盲目逃窜 其他人 在外面等着 让你们进 马上全部杀进去 不让进 全部迅速撤退 舞者 机动性极大 我们不需要和普通人那样 非要拿人命去填 一个强者 比邪教舞者最强者 还要强的舞者 可以耗死他们全部 方平心中 隐隐有了盘算 叮嘱了几句 开始准备突入 等看到另一侧的赵阳 顾雄几人都准备好了 三人对视一眼 接着方平 低贺道 上 说话间 三方舞者迅速冲向盘石村 巨石 再次砸落 第210章挫折中成长 方平众人一一避过巨石 实在避不开的 就强行劈碎 很快 众人已经抵达村口 下一刻 村中传出一声冷喝 沙 伴随着喊沙声 村内冲出数十人 这些人如同蜂魔 明明实力一般 其中甚至还有普通人 却都不要命一般 自杀式的冲击方平众人 方平甚至在其中 看到了一些老人 双眼发红的疯狂老人 看到这一幕 不少人手中兵器 有些停顿 顾雄一拳杂飞一人 怒喝道 杀 众人如梦初醒 强忍着战力 纷纷出手 滥杀无辜 老弱妇如野杀 这就是所谓的武者 可笑 村中有人大声说话 语气冷漠道 这就是口口声声 说要守护地球 守护人类的守护者 一群冒蝶老人 手无腹肌之力 从未杀人放火 此刻却是被你等屠戮 这就是你们的人意 假人假意 村中还有普通人六十四人 六十岁以上的十二人 十岁以下的孩童六人 我倒想看看 你们能杀多少 说吧 冲出村外的人群中 多了几位满脸茫然的孩童 方婷众人脚步忽然停顿了下来 顾雄面色沉重 忽然吼道 先撤 下一刻 不用任何人再说 三支队伍 走得比冲得更快 瞬间消失在村口前 村外 临时住扎地 众人再次陷入了沉默中 死记般的沉默 赵阳狠狠一拳砸向地面 咬牙切齿道 混蛋 于向华揉了揉额头 疲倦道 现在怎么办 杀不杀 众人纷纷沉寂 顾雄咬牙道 这是战争 和地窟的战争 凡是地窟人类 皆杀 邪教舞者 也一样 我们知道 可说是这么说 真看到这一幕 你下得了手吗 顾雄 要不待会你带队负责这些普通人 我们负责那些舞者 哪怕战死 也比现在要强 顾雄沉默了下来 他见过 却是没做过 尤其是那些孩童 他们满脸的茫然 恐怕都未必知道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被蛊惑的 也是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 而不是他们本人 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 让他们和舞者厮杀 拼命 大家不抗拒 哪怕战死 悲痛也只是一时的 可让他们对这些孩子出手 真的难以做到 含蓄沉吟片刻道 那现在怎么办 邪教舞者明显就是想拿这些人当挡箭牌 他们龟缩不出 慢慢跟我们耗下去 方平沉默了一阵 询问道 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顾雄沉声道 杀 别看这些人现在手无腹肌之力 可你真要心慈手软 可能会在他们身上吃大亏 我想 学校将这个据点留给我们 恐怕也有这种考虑 要不打晕了这些人 有人提了建议 等剿灭了邪教舞者 再把他们交给军部处理 这也是个办法 可我们这些人 未必能做到精准流利 死了 那也是没办法 诸位 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 总不能因为忌惮这个 就一直拖着 拖到最后 还是要解决的 众人互相看了看 最后统一了意见 十分钟后 众人再次杀进了磐石村 一如刚才 依旧是那批普通人夹杂着孩童 冲杀了出来 方平众人这次没有后退 纷纷出手 首批对方搏梗 至于晕了还是死了 此刻也难以做到判别 一半人出手 一半人正在戒备 防止村中的武者 借机冲杀出来 实际上 村中的确有武者冲杀了出来 众人都憋着一肚子火气 对待这群武者可不再客气 纷纷怒吓出声 眨眼间冲出来的武者 被斩杀了十多位 退 防守 村中有人大声呼吓 接着冲出来的邪教武者 纷纷后退 再次躲回了村中 而方平这些人也不追赶 提着那些瘫倒在地的普通人往回撤 虚伪 要杀就干脆杀了 何必假人假意 故作姿态 现在他们被你们抓走 迟早也是一个死字 还不如干脆一刀杀了 减少他们的痛苦 村中再次有人嘲讽出声 赵阳转身怒吼道 等着遇到你 我们绝对让你们死得痛快 哈哈 那我等着你们 想拿我们给你们当失恋时 那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临死之际 会让你们明白 这个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村中说话的人 一直看不到踪影 可方平他们能感受到 对方的气血很强大 可能是三品高端 甚至巅峰的舞者 对方一直没有出手 不知道是忌惮 还是别的缘故 就在方平他们 带着人撤离的时候 村中那人忽然道 放 下一刻 巨石再次袭来 磐石村别的不多 多的就是石头 众人也不愿意做无用工 和这些石头较劲 纷纷迅速前行 避开了巨石袭击范围 刚带着人回到柱扎地 巨石的袭击也停了下来 等候的学生们 忽然有人到 将这些人扔出去 方平众人 微微愣了一会 顾雄好像想到了什么 喝道 扔 其他人退 方平众人听他喊得凄厉 下一刻 纷纷将手中 擒拿的人员丢到了一边 纷纷向四周撤离 砰 众人刚撤离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石头碎屑向四处飞射 等沉烟落尽 不少人都显得有些狼狈 再看向刚刚的临时营地 此刻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混蛋 有人受伤吗 受了点皮外伤 此刻 方平也心累得厉害 杨小曼咬牙道 他们身上有炸弹 是雷管 磐石村这边靠山 以前也开过矿 有雷管存留 邪教舞者是故意的 恐怕猜到我们会做什么 一旦刚刚没有发现 将人带入到人群 恐怕 几百学生 虽然都有二品以上的实力 可真处于爆炸范围内 恐怕也要死伤一大批 接连几次的挫折 让不少人面露皮色和自我否定 方平骂了一句 闷声道 模拟地窟作战 地窟难道也有炸弹 顾雄摇摇头 接着却是轻叹道 地窟是没炸弹 可这考验的不是炸弹的事 而是我们的应变能力 考验个鬼 方平再次骂了一句 恼火道 刚刚真要在人群中爆炸了 得死多少人 众人沉默不语 之前开口让人扔人的学生 确实道 自杀是袭击 是和邪教舞者战斗的惯例 有迹可循 只是以前我们没遇到过 众人纷纷看向他 对方是来自京武的一名二品高段舞者 见众人看着自己 苦笑道 别看我 这种规模的战斗 以前我们都没经历过 一上阵 光想着正面冲杀了 而且变化太快 我们也来不及判别 于向华吐了口气 想了想道 这次也别我们几个人商量了 大家都说说 现在该怎么办 对方的普通人死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村子里应该都是舞者 可村子那边 环境较为复杂 到底有多少舞者 都藏在哪 目前也难以判别 是继续在外守着 还是冲杀进去 都得有个章程才行 他们恐怕是想和我们打巷战 磐石村虽然只是个村子 可建筑都很高大 不少房屋都是用山上青石打造的 一旦进入巷战 那损失就大了 他们现在的目的 就是多杀伤一些人员 这些人根本不畏惧死亡 现在和我们拖时间 只是消磨我们的耐心 等我们没了耐心 一拥而上 进入村子 恐怕会被迅速分割开 从而造成不少人被围杀 方平文言道 现在他们依仗的是地利 放火烧村可行吗 魔舞的一位学员摇头道 磐石村建筑大多为石头 放火烧村效果有限 而且这不是封闭式的村落 那你们说 现在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敢看着 人群中 有人低声商量了一阵 最后有人开口道 现在 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地利优势 逼迫他们和我们正面战斗 正面战斗 他们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 要不然 也不会弄出这么多花样 我们的建议是 第一 一起行动 三品五者在前面 慢慢推平村子中的建筑 毕竟只是个村子 房屋不算太多 横推下去 花费一些时间 也能推平这些房子 第二 让制造学院的人 制造一些简易的投石机 我们也进行巨石轰击 我们都是舞者 目的也只是为了摧毁村中的建筑 不过恐怕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今天是没希望完成了 方屏差异道 你们也会造这玩意 就是简单的投射装置 也不算投石机 主要依靠舞者的力量进行 真要按照普通人的需求来制造 那消耗的时间 就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 这也不是什么巨城 只是一个村庄 我们的目的是摧毁建筑 逼迫邪教舞者 从藏身之处出来 还是能做到的 方屏这些三品舞者 对视一眼 很快有人询问到 要多久 连夜制造 明天早上大概能造出七八架 那对方要是上山的话 上山 我们就采取火工 其实磐石村深厚的山脉 树木不多 主要是石头 烧掉了这些树木 它们和我们对比 没有地利优势可言 那舞者横推的话 就怕气血消耗大 对方不给我们恢复的时间 方屏想了想到 要是大家愿意支持我一些气血单 我可以充当人形破坏机 如何 众人愣了一下 方屏继续道 我气血恢复极快 这些邪教舞者未必知道 给对方造成一种假象 我们因为横推建筑 气血消耗巨大 说不定还能引诱他们主动出击 至于投射装置 这要等到明天 一晚上谁也不知道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故 其他人都保持警惕 气血维持充足 我一个人造成的破坏效果 不弱于十位三品舞者 一起造成的破坏效果差 你们想想 对方要是觉得 我们这边十位三品舞者 气血都消耗一空 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三品舞者本就不多 一旦对方认为 学生们很多强者 气血消耗殆尽 很有可能趁着这个恢复期 冲杀出来 赵阳文言询问道 要多少气血单 三品的给我三五十颗 众人纷纷净声 半赏 方文祥悠悠道 那还是等待制造投射装置吧 方平 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二十颗也行 方平见众人 还是不说话 郁闷道 你们也太抠了 哪怕你们自己上 包括投石 就不消耗气血了 还不得补充气血 消耗丹药 这样吧 十五颗 不能再少了 我自己也贴补一些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过了片刻 惊舞的照样道 大家怎么想的 真要让方平出手 这些丹药 后期在战利品中扣除 大家有意见吗 十颗 我们可以接受 太多的话 后期收获 未必能抵得上 这十五颗三品气血丹 十五颗三品气血丹 再抹五 那是要四十血分一颗的 光这一项 就是六百血分 一千八百万的价值 后期收获 有没有这么多 现在真的难说 这些邪教舞者 知道必死 丹药恐怕早就自己使用了 不用恐怕到了死亡关头 也会全部摧毁 后期真正能有收获的 也就舞者手中的 合金兵器 而邪教舞者 他们手中的 合金兵器可不多 方平盘算了一下 十颗三品气血丹 价值也有 一千两百万了 这还是丹药价值 另外还能给自己提供 八百多万的财富值 后期再卖掉丹药 前前后后 大概能给自己提供 上千万的财富值 自己哪怕消耗了 这么多财富值 丹药的价值还在 这可是静传 想到这 方平大义凛然道 大家都是为了任务 那就十颗一起横推 推平了建筑物 他们除了上山 只能和我们打正面战 上山 我觉得概率不大 这些人抱着必死之心 到了那时候 恐怕想的也是杀多少算多少 而不会继续逃窜 一旦觉得我们无法攻破他们 军部和外围的导师们 会不会出手 我们觉得不会 可对方未必会觉得没可能 和我们硬拼 也许还有些成果 可和导师们硬拼 那全部都是白死了 说着 方平又道 三品舞者都和我聚在一起 其他人稍微距离我们远一些 大家一起造成脱离假象 引诱对方突袭我们 真要有人突袭 咱们站立全开 保证给他们一个惊喜 傅昌顶忽然道 你真行 你气血恢复 精力也会消耗吧 到时候 方平笑眯眯道 应该可以 真要坚持不住 我就先撤 大家没意见吧 可以 真要推平了村中的建筑 让对方和我们正面站 对方除非出现多位三品高段以上强者 要不然 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顾雄点头道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只要不出现他们的三品对我们的二品 那我们伤亡率会降低到最少 单对单 邪教舞者几乎都不是我们同阶对手 他们兵器简陋 战法粗糙 要是二对一 我们可以迅速击杀他们 说着 又到 所以三品舞者们压力最大 需要拖住他们的三品 甚至是三品高段和巅峰舞者 要不然 让三品巅峰舞者出现在其他人面前 恐怕会死伤惨重 三品高段以上的不会多 真要多 早就直接冲杀出来了 撑死了两三个 还是老计划 真要出现这些人 我们三品舞者缠着 二品排行榜的对上其他三品 再次改变了计划 众人休息了一阵 开始齐齐朝盘石村进发 而方平也拿到了 众人凑出来的 十颗三品气血丹 接下来 方平就要出大力了